第2761章 故意为难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 不妙啊 那个韩玉看 你的目光不对 怕是在这结界先玉 就会对你下手 毕竟那迷宫阵法 只有小辈才能入内 那对他来说是绝佳的机会 女王大人 也是注意到了韩玉的目光 不由地对楚风提醒道 此刻 楚风也终于是忍不住了 于是他对夏宇尔暗中传音 道 丫头 你这么玩我 过分了吧 怎么了 楚风公子 你在说什么 夏宇尔也是用暗中传音 给予了楚风回答 并且与此同时 还用那无辜的大眼睛 看着楚风 那个模样 就仿佛他真的什么都不清楚一般 算了 别问了 这丫头有意要坑你 你问他 他也只会装傻 女王大人说道 楚风觉得 女王大人说的很有道理 毕竟夏宇尔这个丫头 已经开始装傻了 所以 楚风也不再追问 决定之后 楚风等人 便准备向迷宫阵法的方向行去 毕竟藏灵池 喷发的时间快到了 既然准备 进入藏灵池 那他们就要抓紧时间 站住 可谁曾想 那看守迷宫阵法道路的远古蛇族的长老 却是拦住了楚风与夏宇尔等人 怎么了 楚风问道 通过考核 才能入内 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 考核 之前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规矩 李翔等人很是不解地说道 不妨直说 这个规矩是我族族长 刚刚传达下来的 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 你们这不是故意难为人吗 新一长老很是不悦地说道 实不相瞒 这个规矩 就是针对你们这些人定下的 至于为何如此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说道 而他此话之意楚风等人自然明白 因为楚风等人 已经提前知道了 关于这两条路的秘密 所以远古蛇族才故意难为他们的 那请问 是什么样的考核 楚风开口问道 看到这个球没有 远古蛇族的长老 掌心一翻 在他的掌心 的确出现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球 只要向这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 那么这球体便会产生颜色变化 只要达到青色 便通过考核 可以进入这条道路 而这个球体 也将成为你们进入迷宫阵法的通行证 若是没有这个球体 无法进入阵法之中 并且 他还会带给你们一定的提醒 那提醒有助于你们走出迷宫阵法 进入藏灵池 当然 青色只是入门的颜色 所以所获得的线索也是很少 若是能够达到紫色 那么所获得的线索就会多一些 若是达到金色 那线索就会更多 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 那敢问前辈 最高级别的颜色 是何等颜色 楚风问道 最高级别便是金色 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球体 它所吞噬的结界之力 可比你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所以你们 只要祈求自己 能够让它变成青色 就可以了 至于金色 想都别想 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 他说这话的时候 有着几分轻蔑之色 他并不相信楚风等人 能够让这玻璃球体 变为金色 你这也未免太看不起我们了吧 此刻 韩玉开口了 他很自信 并且说话之间 他还散发出了自己的结界之力 他的结界之力 非常的闪耀 此刻的他 被结界之力包裹 就如同天神下凡一般 最重要的是 他的结界之力 不仅是仙级 其中涌动的 竟然还是龙文 龙文级仙袍戒灵师 好厉害啊 不愧是韩玉 竟然已经达到 龙文级仙袍戒灵师的地步 太不可思议了 看到韩玉的结界之力之后 在场的许多人都 目露惊讶之色 哪怕星云八仙的目光 也是有所变化 因为在大千上界 百岁以内的小辈之中 可以成为龙文级仙袍戒灵师的人 少之又少 甚至是屈直可数的 并且 那些在百岁以内 便成为龙文级仙袍戒灵师的人 大部分都是 专心修炼结界之术的 在修武方面的成就 往往就差了很多 可是韩玉他在修武方面 也是妖孽级别的存在 毕竟 他可是在妖孽榜上留下名字的人 正所谓一心不可二用 韩玉在修武方面 也是那般了得 那么按理来说 在结界之术方面 就应该差了不少 可是他 竟然在结界之术方面 也有着如此造诣 这自然令人心惊与佩服 此刻 听着众人那惊叹与夸赞的声音 以及来自小辈们 那崇拜与羡慕的目光 韩玉的脸上 终于又扬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自从夏宇儿出现后 他便一直被楚风压得抬不起头 谁让夏宇儿 与楚风走得那么近 而现在 他觉得自己 终于可以扳回一城 至少不再那般被动了 因为有一点 他是能够确定的 他的修为 不仅是在场的小辈之中最强 结界之术方面 他也是在场的小辈中最强 想要进入迷宫阵法的 就到我这里来取秋蹄吧 可是 就在此刻 远古蛇族的长老却是开口了 尽管韩玉展现出 自己龙文集先袍戒灵师的实力 的确引起了在场之人的惊叹与瞩目 可是那位远古蛇族的长老 却是不以为然 而楚蜂等人也不犹豫 纷纷走向前去 从远古蛇族的长老手中 取下那个透明的玻璃球 记住 你们只有一次机会 从灌输结界之力开始 便不能停止 若是中断 那么便没第二次机会 并且 你们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一炷香的时间到后 这球体将停止吞噬你们的结界之力 远古蛇族长老说道 这么短 那根本就不够用啊 此刻 许多小辈发出不满的声音 戒灵师讲求的是 熟练运用结界之力 在短时间内 向这球体灌输大量的结界之力 也是考验你们戒灵之术是否娴熟 至于做不到的话 只能说明你们还太弱 还不配做一名戒灵师 远古蛇族族长说道 哼 一炷香的话 足矣 然而 就在此刻 那韩玉却是淡淡一笑 随后他盘坐而下 大袖一挥 一座结界阵法 便将他封锁在了其中 人们看不到那结界阵法之内的他 但是却能够猜测到 他一定是已经开始 向那玻璃球体内 灌输结界之力了 见韩玉都已经开始了 其他人也都急了 所有人都不再怠慢 纷纷开始向那玻璃球体内 灌输结界之力 而已经开始 他们就顾不得其他 因为他们必须全力以赴 毕竟时间只有一炷香而已 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眼见着在场的大部分人 都开始灌输结界之力 理想三人也准备开始 等一下 可是 就在三人将要开始之际 楚风却是忽然开口 拦住了三人 本章完 第2762章 意外惊喜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大哥 怎么 理想三人 不解地问道 别直接灌辱 结界之力 用结界阵法 楚风说道 可是他们 理想三人指的他们 是在场的大部分人 此刻除了韩玉之外 几乎在场的人 都是直接向那玻璃球体内 灌输结界之力 根本没人用结界阵法 并且 韩玉布置的 只是一座封锁阵法 让人看不到他在做什么 也不能确定 就是用了结界阵法 所以理想觉得 别人都没用结界阵法 若是他用了的话 则有些丢人 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 我就问你们 还想不想进迷宫阵法 楚风问道 想啊 当然想 不然带马走这条路 理想三人连连点头 那就按我说的做 做好万全准备再开始 楚风说道 好 听楚风大哥你的 理想三人说道 其实 换作之前 楚风可不会多管闲事 但是理想三人 这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 楚风若是不管他们 倒是有一点过意不去 何况 他也只是开口提醒一声 不费什么事 而理想三人倒也是听话 答应楚风后 的确没有直接 向那玻璃球体内 灌输结界之力 而是开始布置结界阵法 并且他们布置得很是认真 见此情形 楚风也是 先布置了一座 如同韩玉一般的封锁阵法 先将自己封锁起来 随后才布置结界阵法 其实 这封锁阵法有一个好处 能够提升小型结界 阵法的力量 虽然这效果不大 可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楚风猜想 韩玉一定也是知道这一点 否则他不会布置这样一座封锁阵法 封锁阵法布置完毕之后 楚风又开始精心布置另一座阵法 而这座阵法 便是楚风向玻璃球体内 灌输结界之力的关键所在 毕竟 根据那球体的颜色不同 所得到的线索也是不同 而楚风也不知道 自己能达到什么程度 可是至少 他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而正因为楚风想要尽自己全力 所以他这座阵法 布置的时间也是非常久的 然而楚风却不知道 在楚风全力布置阵法之际 那夏宇儿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也布置了一座封锁阵法 他的这座封锁阵法 非常的大 不仅将自己封锁在了其中 还将楚风的那座封锁阵法 封锁在了其中 圣女他 这是要做什么啊 此刻 莫说他人 就连心允圣地的小辈们 也是一脸的不解 他们真的是被夏宇儿的举动 给弄糊涂了 因为 夏宇儿对楚风的态度 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要知道 这位圣女 虽然不是冷若冰霜之辈 可他又的确 拒人于千里之外 平日里 想与他说句话 都是非常的难的 可是夏宇儿 对楚风却是这般的热情 甚至此刻 竟然主动布置 这么庞大的封锁阵法 将他与楚风 一同封锁在了其中 他到底要做什么 着实令人遐想不断 我家圣女布置这座阵法 是不想有人知道 他在做什么 所以 还请在场的人 莫要用特殊手段 去可以观察 否则若是被我发现 休怪我不客气 新一长老 以威胁的口吻说道 而实际上 的确很多人 都想用特殊手段 观察一番 但是新一长老此话一出 自然也就没有人 敢这么做了 至于楚风 他专心布置阵法 也没有察觉到 外面的变化 而当阵法布置完毕之后 楚风便盘坐在阵法当中 开始向那玻璃球体内 灌输结界之力 楚风因为准备充分 所以从一开始 就展现出了奇效 从开始灌输结界之力开始 不过短短半炷香的时间 楚风就已经让那原本透明的玻璃球体 化作了紫色 但是楚风 依旧没有因此而松懈 而是摇紧牙关 始终保持着权力状态 继续向那玻璃球体 灌输结界之力 虽然楚风全力地灌输着结界之力 但是女王大人却是为楚风掐算着时间 本来女王大人觉得 楚风能够在半炷香的时间内 就让那玻璃球体变为紫色 那么一炷香的时间内 楚风应该可以让其变为金色 可是 眼看着一炷香的时间就要到了 那玻璃球体的颜色 却依然还是紫色 女王大人的内心也是开始担心起来 人都是这样 欲望是无止境的 若是当你觉得 不能让那球体变为金色 自然就不会奢望 让那球体变为金色 而这种情况下 就算那球体没有变为金色 你也不会有什么遗憾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奢望过 可是当你觉得 你有机会让那球体变为金色 你就会去努力去做 这种情况下 已经寄托了自己的希望 若是无法达成 自然就会失望 嗡 猛然间 那阵法发出一阵声明 而这一刻 楚风也是停止了阵法的运转 因为他知道 一炷香的时间已经到了 楚风已经 无法继续向那玻璃球体内 灌输结界之力 此刻楚风站起身来 将那玻璃球体 握在了手中 看来那位长老倒是没有骗人 想要让他变为金色 还真是不容易 楚风感慨道 不过 哪怕是你 也只能让他变为紫色 想必大部分人 连让他变为青色 都是很难做到吧 女王大人说道 理想三人 只要认真的做 应该可以让其变为青色 但是那些没有布置辅助阵法 而是直接向玻璃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的人 怕是很难让其变为青色 怕是很难让其变为青色 楚风说道 嗡 而就在这时 楚风手中的玻璃球体 忽然闪烁出了耀眼的光芒 楚风低头观望 顿时目光一动 眼中涌现出了喜悦之色 因为眼下 那玻璃球体 之所以会变得耀眼 那是因为 它的颜色竟然变了 它竟然从紫色 化作了金色 哇塞 竟然变了颜色 楚风你成功了 你竟然成功的 让它变为了金色 这一刻 女王大人欣喜若狂 那激动的小模样 简直比楚风还要高兴 至于楚风 尽管没有像女王大人表现的那般激动 可是她的脸上 也始终挂着那抹喜悦的笑意 毕竟 这可以说是意外的惊喜 本章完 第2763章 遭人嘲讽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刷 楚风抬起手来 便将两座阵法 同时化解开来 然而 当阵法化解之后 楚风却是目光一变 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 直到此刻才发现 在他所布置的封锁阵法之外 竟然还有着 一座封锁阵法 那封锁阵法 将它封锁在了里面 并且 在这封锁阵法之内 还有着一道身影 此人正是夏宇儿 而夏宇儿 就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 就像是一直在等待自己一般 当夏宇儿的目光 投向楚风手中 那玻璃球体之际 楚风也是注意到 夏宇儿的目光 明显地产生了变化 楚风公子好厉害 竟然让这玻璃球体 化为了金色 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夏宇儿问道 侥幸 楚风敷衍的一笑 随后问道 夏姑娘为何会在此处 这封锁阵法 是你布置的吧 的确是我布置 我是在等你 夏宇儿说道 等我 有事 楚风问道 我想与你交换玻璃球体 夏宇儿说道 交换 楚风眉头微微一皱 但却并没有直接开口拒绝 而是问道 那能否让我看看 夏姑娘你的玻璃球体 诺 夏宇儿将自己的玻璃球体取出 那颜色乃是青色 夏姑娘 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觉得以你的实力 不可能只是让这玻璃球体 变为青色 楚风说道 人家大意了吗 不知道楚风公子 可否愿意与我交换 夏宇儿撒娇地说道 这怕是不行 楚风摇了摇头 随后便准备破开这座封锁阵法 毕竟楚风这金色的玻璃球体 是自己努力换来的结果 怎么会与这夏宇儿交换 更何况 这夏宇儿自从来到此处后 就一直在坑楚风 现在搞的那个寒玉 恨不得立刻杀了楚风 楚风怎么可能会与他换 你可还记得 你欠我的人情 可就在这时 夏宇儿却是开口说道 听得此话 楚风也是停止破开这座阵法的动作 并且看向了夏宇儿说道 记得 他当然记得 当日在神山之中 楚风闯入了一座遗迹 在那遗迹内 楚风获得了大量的天地能量 而后来才知道 那既然是夏宇儿的 楚风那个时候便说 日后会补偿夏宇儿 这样吧 只要你与我交换这玻璃球体 那我就当作 你还了我一半的人情 夏宇儿说道 好 楚风这一次并未拒绝 而是爽快答应 并且说话间 就将自己的玻璃球体 丢向了夏宇儿 夏宇儿也不客气 抬起那白皙的玉手 便将楚风的玻璃球体 握在了手中 当玻璃球体入手之后 夏宇儿的脸上 也是洋溢起了 异常迷人的笑容 楚风公子 果然是一个有信用之人 你这个朋友 我夏宇儿交下了 夏宇儿说话间 便将自己的那个 青色的玻璃球体 丢向了楚风 而在楚风 接过玻璃球体的同时 夏宇儿是大袖一挥 将那座封锁阵法 解除开来 当那漫天的结界之力 如同星光一般飘散之际 楚风已是摆脱了 封锁阵法的束缚 他能够清晰地 看到外面的情况 只是眼下 几乎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在了楚风 与夏宇儿的方位 尤其是韩玉 他眼中的目光 就像是两把刀刃一般 杀鸡毕露 他简直恨不得用目光 就把楚风千刀万剐 楚风大哥 你总算出来了 我们真是要好好感谢你啊 是啊 楚风大哥 若不是你提醒我们 我们怕是 没办法进入迷宫阵法了 就在这时 李响三人一脸感激地冲了过来 而他们三人的手中 也都握着那玻璃球体 那球体皆是青色 他们三人这般激动 楚风也知道原因 因为当他出来后 便扫视了一眼 之前领取到玻璃球体的人 大部分人手中的玻璃球体 都还是透明之色 在场的小辈之中 包括楚风与夏宇儿在内 玻璃球体有颜色的 总共就只有八个人 也就是说 在场的人中 只有八个人 有资格进入那迷宫阵法 正因为大部分人都失败了 所以李响三人这般感激楚风 因为他们三个很清楚 若不是听了楚风的话 那么他们是哪个 一定也都失败了 值得一提的是 宇文亭一和宇文画龙的玻璃球体 皆是紫色 而那韩玉就更厉害了 他的玻璃球体 竟是金色 楚风兄 摆出了这么大的阵势 竟然只灌输出了青色的玻璃球体 说实话 你有些让我失望 毕竟 你可是在仙兵山庄的仙兵库内 得到仙兵认可的人 但是 你若只是这种表现的话 我只能说 你有些名不负实了 韩玉盯着 楚风手中的玻璃球体 冷嘲热讽 全然没有了最初看到 楚风时的客气与和善 不过这也正常 他一直用那杀鸡毕露的目光 看着楚风 就算逃得过小辈的注意 但是老一辈的强者 肯定也早就注意到了 韩玉对楚风的敌意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也是 无需隐藏自己 对楚风的敌意了 眼下 既然找到了一个讽刺楚风的机会 他自然也不会放过 而最令人无语的是 当韩玉这番话说出后 在场的人中 也有许多人 开始窃窃私欲 他们也都对楚风 在结界之术方面的实力 产生了质疑 而对于这种情况 夏宇儿并没有替楚风解释 他不仅没有解释 反而直接走到了那位远古蛇族的长老近前 将那洁白的玉手 自秀刨伸出 将自己的玻璃球体拿了出来 金色 竟然是金色 夏姑娘好厉害 不愧是圣女 结界之术 竟然如此了得 夏宇儿这一出手 顿时引起了无数人的夸赞 就连星云圣地内的人 也都在夸赞夏宇儿 可以说 夏宇儿拿出这金色球体之后 所造成的震惊 比那韩玉还要大得多 毕竟 韩玉是龙文集仙袍戒灵师 而夏宇儿 是蛇文集仙袍戒灵师 两个人 在戒灵之术方面 足足差了一层境界 一层境界的差距下 夏宇儿却能够做到 韩玉做到的事 这则更加突出了她的实力 人们自然感到震惊 而此时此刻 夏宇儿的表现 与与楚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如果说 楚风是让人们失望了的话 那么夏宇儿 则带给了人们巨大的惊喜 但是 在旁人都在毫不吝啬地 夸赞夏宇儿的时候 星云八仙 却是一言不发 他们八个人实力强横 都是能够轻而易举 就看穿夏宇儿所布置的 封锁阵法的 身为夏宇儿的守护者 他们自然不会让夏宇儿 出现任何意外 所以自然而然的 他们也一直在监视着 封锁阵法内的情况 所以他们八个人很清楚 夏宇儿的金色玻璃球体 实际上是楚风的 因此 夏宇儿此刻所享受的荣誉 也是属于楚风的 楚风公子 实在过意不去 我家圣女有些顽皮 还望你不要介意 就在这时 一道暗中传音 映入楚风耳中 是新一长老 想必 他也觉得夏宇儿做得过分 所以是在替夏宇儿 向楚风道歉 本章完 第2764章 又一位美女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实际上 楚风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并且 楚风也不在意这些人 如何看自己 毕竟真金不怕火炼 楚风有着真材实料 迟早可以展现得出来 所以这件事情 楚风不仅没有生气 相反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当收到新一长老的道歉之后 楚风虽然没有回答 可是却冲着新一长老淡淡一笑 他是在告诉新一长老 不要有所负担 他楚风并没有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远古蛇族 检查了夏宇儿手中的玻璃球体 发现是真的后 也很惊讶 在他看来 龙文集先袍戒灵尸 能够让这玻璃球体化为金色 其实是在意料之中 但是蛇文集先袍戒灵尸 让这玻璃球体化为金色的话 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我能进去了吗 夏宇儿 对远古蛇族的长老问道 进去吧 远古蛇族的长老点了点头 见状 韩玉则是赶忙走上前去 交出了自己的玻璃球体 他真是不愿意错过任何 能与夏宇儿 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而当靠近夏宇儿之后 他更是冲着夏宇儿和善的一笑 老实说 以他的身份和实力 再加上他这样的笑容 足以迷倒在场任何一名年轻女子 但是 面对夏宇儿的时候 韩玉仍然很没底气 毕竟在此之前 他已经与夏宇儿交谈多次 可是夏宇儿连吊都没吊他 不过这一次 令韩玉很是意外 因为 当韩玉冲夏宇儿 投去那迷人而帅气的笑容之后 夏宇儿竟然也冲着他 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这一刻 韩玉的内心 哪怕说他是心花怒放也不为过 他真是激动得不得了 心想着 努力了这么久 终于有成果 有回报了 而此刻 夏宇儿对他倾心一笑 一定是因为他灌输出了金色的玻璃球体 以后 他还要继续好好的表现 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 那么夏宇儿终有一日 会倾心于他 可是 就在韩玉的脑海中 不断地想着以后的事情 已经真心地觉得 夏宇儿对他的态度好转了的时候 夏宇儿却是转过身子 看向了楚风 楚风公子 我们一起进去吧 嗡 夏宇儿此话一出 韩玉只感觉自己的脑袋嗡的一下子 差点就没有爆炸 他真的是快要被气死了 他不是对夏宇儿生气 而是单纯地对楚风生气 在他看来 若不是楚风的话 夏宇儿一定不会这般对待他 毕竟 在此之前 他就与夏宇儿见过几次面 而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相处的 可是非常融洽的 想到这里 韩玉也没有多说什么 在恶狠狠地看了楚风一眼后 便直接走了进去 而楚风也不怠慢 与李翔等人分别手持自己的玻璃球体 便向那条道路走去 本来 楚风等人以为 他们可以直接登山了 可是顺着这条由结界之力所打造的道路 走了没多久之后 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前方 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宫殿 那宫殿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并且 宫殿大门敞开 门外还有远古蛇族的高手看守 就好像在等待他们一般 这让楚风等人意识到 想要进入迷宫阵法 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尽管 心中已有猜测 可是楚风等人并未多问 而是直接进入了那座宫殿之内 进入宫殿之后 他们才发现 在这宫殿之内 竟然聚集着不少人 并且全部都是小辈 他们来自哪里的都有 可以说是大千上界 各方强横的势力都有 此刻 哪怕是楚风也是不由地发出感慨 感慨来到这结界仙玉的人还真是不少 毕竟 来到这里的小辈只是一部分 相信还有很多人选择进入了那座修炼阵法 但是楚风也是注意到 在场的人手中 皆是握着玻璃球体 但是大部分人的玻璃球体 都还是最原始的透明状 没有任何颜色 看来那个远古蛇族的长老 说的是实话 他们的确是故意为难你们的 女王大人幸灾乐祸地说道 若是没有这故意的南位 星陨圣地的那些小辈 也都能够进入这里 但正因为 有了这故意的南位 才导致那些星陨圣地的小辈 无法进入这里 谁让他们粗心大意 没有布置阵法 便直接向玻璃球体内 灌输结界之力 导致他们全部失败 连青色都没有达到 韩玉 快看 是韩玉公子 那不是楚风吗 楚风兄弟 你也来了 那位美女是谁 好美 天啊 简直太美了 怕是可以与楚灵溪大人相提并论 楚风等人出现后 很快引起了在场之人的注意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聚在他们八个人的身上 在场的很多人都认识韩玉 由此可以看出 韩玉在大千上界 的确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存在 但是也有小部分人 认出了楚风 而那些认出楚风的人 大部分都是在仙兵山庄 狩猎鄙视的时候 见过楚风的人 可是 此刻在场之人 无论男女他们 他们更多的人 还是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下缘的身上 由此可见 不管在什么时候 美女总是比较吃香的 只不过因为夏宇儿很少露面 在大千上界真正见过她的人非常的少 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夏宇儿究竟是谁 噓 不要乱说话 那可是星允圣地的圣女 夏宇儿 那人群之中 倒也有着见多识广之辈 说出了夏宇儿的身份 竟然是我大千上界三大美女之一 星允圣地的圣女 夏宇儿 难怪 难怪这么美 简直如同仙子一般 当得知夏宇儿的身份之后 人们的目光 则更加的炙热了 毕竟星允圣地圣女这个头衔 更加的耀眼 所以当得知夏宇儿的身份之后 人们眼中的夏宇儿 也变得更加的高贵 哪怕夏宇儿的身上 明明什么都没有 可是在人们的眼中 她的身上 就好像附加了光环一般 闪耀无比 闪开 可就在此刻 在这大殿的深处 忽然传来了一声呵斥 当那呵斥响起的同时 强大的威压 也是横扫而出 下一刻 人们赶忙退到两旁 一条道路浮现在了 楚风等人的视线内 而顺着那条道路观望 可以看到大殿深处 在那里聚集着上百人 这些人 各个衣着华丽 并且他们 全部都是处世天族的人 但是 当目光投过去后 人们会不由自主地 被一道身影所吸引 那是一名女子 长得很是年轻 如同少女一般 美 非常多美 如果说夏宇儿美若天仙 那么这名女子 则是灵气十足 清纯无比 她的模样像白纸一样 给人的感觉 只有两个字 干净 此刻 她坐在一个 类似桌子一样的东西之上 一双眉腿不停地摇晃着 更是显得俏皮可爱 令人着迷 本章完 第2765章 找麻烦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可是 这名女子 虽然长得堪称绝世美女 但是她似乎 并没有那么平易近人 她的腰间 明明挂着 楚氏天族的令牌 可是那些楚氏天族的小辈 却距离她很远 就像很怕她一般 但是楚风也是能够感受到 这名女子的气息很浑厚 比韩玉还要强横 楚风若是没有猜错 这名女子 应该是七品真贤 在场的小辈之中 此女的实力 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楚灵溪 竟然是楚灵溪 天哪 我这趟真是没有白来 竟然同时见到了 大千上届三大美女中的两位 这一刻 理想激动的惊呼出声 兴奋的身体都在颤抖 而通过理想的惊呼 楚风也是知道了 那名女子的身份 她便是楚灵溪 妖孽榜排名第九的存在 并且不仅她的父亲与爷爷 在处世天族内位高权重 她的母亲更是另一方上界的公主 这楚灵溪的背景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 在整个大千上界都是屈之可数的存在 灵溪 时隔近两年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想不到你进步得这么快 竟然已是七品真鲜 这么看来 下一次的天交舞斗会 你的名次又将提升不少 韩玉开口了 就如同对夏宇儿一般 她表现得很是殷勤 然而 楚灵溪却看都不看韩玉一眼 而是盯着夏宇儿说道 你便是夏宇儿 夏宇儿 幸会楚灵溪姑娘 夏宇儿 面带笑意 对着楚灵溪 做出了一个礼貌的动作 身为心允圣地的圣女 难道最基本的规矩都没学会 灵溪姑娘 这是你可以称呼的吗 楚灵溪冷漠地说道 别看她长得清纯可人 可是她说起话来 却是霸道得很 那我该如何称呼 夏宇儿有些不解地问道 叫我楚灵溪大人 楚灵溪说道 夏宇儿 拜见楚灵溪大人 夏宇儿倒也随和 竟然真的施以义礼 称呼楚灵溪为大人 还有你 楚灵溪冷漠地看向了韩玉 韩玉 拜见楚灵溪大人 韩玉面带笑意识以义礼 相比于夏宇儿 她表现得更是自然 就没有一丝丢人的感觉 仿佛这是理所应当的一般 然而 哪怕韩玉表现得如此殷勤 楚灵溪却也没有 给她任何好脸色看 楚灵溪身形一动 竟然跃到了宫殿的顶端 坐在了那巨大的灯台之上 说道 我要休息片刻 你们说话都给我小声点 若是有谁吵醒我 我就摘了她的脑袋 说完此话 楚灵溪便真的枕着双臂 躺了下去 而这一刻 整座大殿也是变得异常的安静 哪怕有人交谈 也是暗中传音 没有人敢发出声音 由此也可以看出 这楚灵溪也是一个狠角色 否则 她不会具有如此强的威慑力 尽管 人们都不敢发出声音 可还是悄无声息地 来到了楚风等人的近前 他们都想与夏宇儿接近 当然也有人想与韩玉和楚风套近乎 夏宇儿 别看对楚风热情 可是对待旁人 她依旧是一副巨人鱼千里的模样 并且她的冷漠 与楚灵溪不同 楚灵溪是那种在脸色上 就表现得很冷的人 可是夏宇儿则不同 她的脸上始终挂着迷人的笑容 虽然她看上去美若天仙 又和蔼可亲 然而你真的觉得她和蔼可亲的话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这大殿之内 所有与她打招呼的人 都吃了闭门羹 哪怕是楚氏天族的小辈 也不例外 可以说 自打夏宇儿进入这大殿后 成功与其交谈的 便只有那楚灵溪一人而已 不过 楚风并不那么冷漠 凡是与她打招呼的楚风 都会与其交谈 尤其是仙兵山庄的人 楚风对他们也是格外的热情 毕竟在楚风来看 她能够来到这里 多亏了仙兵山庄的庄主 所以她觉得她欠仙兵山庄一个恩情 而经过与他们的交谈 楚风也是知道 为何这些人全部聚集在这里了 原来不是他们不想登山 而是远古蛇族不肯放行 为此 那个楚灵溪 已经大发雷霆过一次 最终还是 远古蛇族组长亲自出面 告知楚灵溪 一定不会担得藏灵池的喷发后 楚灵溪才平息下来 想一想 远古蛇族组长 对待星云八仙的态度 再想一想 她对待楚灵溪的态度 楚风倒也是 能够想象 远古蛇族组长 也并非天不怕地不怕 否则 她不可能亲自出来 安抚楚灵溪的情绪 如果说 她不怕得罪 星云八仙的话 那么 她一定害怕得罪楚灵溪 这也正常 毕竟楚氏天族 乃是这大千上界 当之无愧的霸主 更何况 楚灵溪又不是寻常的 楚氏天族族人 她的背景那么强大 莫说远古蛇族组长了 想必整个大千上界 也没有几个人 敢招惹楚灵溪 楚风兄弟 你们怎么进入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拿到这个玻璃球了 一番交谈后 有人看着楚风手中的玻璃球体问道 此刻的他们已经不在暗中传音 而是当众聊天 只不过也害怕吵到那个霸道的楚灵溪 所以人们把声音压得很低 你们是在何处拿到这个玻璃球体的 楚风问道 我们是进入这大殿内才拿到的 据说像这玻璃球体内灌输结界之力 会产生颜色变化 而这个球体的颜色变化 据说会给我们带来线索 增添我们进入葬灵池的几率 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明白 有人说道 而听到他们的话后 楚风等人也是清楚 这里的人应该还不知道 关于那迷宫阵法的事情 也不知道 今年这葬灵池 不是那么容易进入的 楚风兄弟 都说 你借灵之术不俗 但是你今日表现 可真是差强人意 可就在这时 宇文廷一 忽然对楚风开口 对于宇文廷一的嘲讽 楚风淡淡一笑 并未理会 楚风兄弟 你可别误会 我宇文廷一可没有嘲讽你的意思 其实 我是非常相信你的实力的 只是我不明白 为何你今天发挥失常 竟然只让那玻璃球体的颜色 化为了青色 宇文廷一说道 有话不妨直说 楚风说道 好爽快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直说了 其实我想与你切磋一番 宇文廷一说道 你想如何切磋 楚风问道 其实他非常清楚 宇文廷一是 故意难为楚风 这很可能是 韩玉所指示 但是楚风 根本就不怕他们 他们若真实认为 那青色玻璃球 才是楚风是灌输的 那么 他们将会很惨 本章完 第2766章 是你输了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这里 刚好有一个用 结界之力催动的棋盘 我们就用结界之术 下盘棋 如何 宇文廷一指着 身前的棋盘说道 那个棋盘 其实就是先前 楚灵溪所坐着的桌子 楚风并没有立刻应答 而是走进那棋盘后 认真地打量起来 这个棋盘很大 似是一个战场一般 两方的棋子则是将士 而观察之后 楚风发现 宇文廷一倒是没有说谎 这棋盘的确是用 结界之力催动的棋盘 这应该是远古蛇族的人 故意摆放这里 供这里的人消遣用的 可以 楚风说道 楚风兄弟 你先别急着阴啊 既然要切磋 自然就要有些赌注 宇文廷一说道 想怎么赌 你说 楚风来者不拒 他自认为 不会输给这宇文廷一 自然也就不怕和他赌 但若是韩玉与楚风赌 那楚风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毕竟那韩玉的结界之术 在楚风之上 乃是龙文集仙袍戒灵师 既然要赌 那就赌点有趣的 不如你输了 就自己长 自己一个耳光 可好 宇文廷一 看着楚风笑眯眯地说道 怎么可以这样 哪有做这种赌注的 此刻 楚风还未开口 理想便说话了 与此同时 在场之人 也是小声地议论起来 人们都看得出来 这宇文廷 亦根本不是 简单地与楚风切磋 他就是要搞事情 楚风没有说话 而是摇了摇头 怎么了楚风兄弟 不敢了 宇文廷一顿时原形毕露 向楚风投来了讽刺的目光 我觉得一个耳光太少 一千个怎么样 楚风说道 楚风此话一出 在场的许多人 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人们本来觉得 楚风摇头是要拒绝 谁想当他 竟然说出这种话 还真是语出惊人啊 甚至 就连那原本躺在大殿顶端 那灯台之上的楚灵溪 也是坐了起来 一张美眸正向下观望 显然 哪怕是他 也觉得这场切磋 有点意思了 好 一千个耳光就一千个耳光 只是你若说了 可不能抵赖 宇文廷一说道 其实 这是我想对你说的 楚风淡淡地笑道 哈哈 你倒是有自信 宇文廷一笑地越加讽刺 好说歹说 他那玻璃球体 也是紫色的 而楚风只是青色的 所以在他看来 楚风敢与他切磋 那便是找死 竟然还敢击他 他觉得 楚风不仅是找死那么简单 而是不知死活 若是可以 那便开始吧 楚风主动站到了棋盘的另一端 来吧 宇文廷一 也是站到了棋盘的另一端 问 下一刻 二人意念一动 便将自己的结界之力 融入了各自的棋子之上 哗啦啦 下一刻 那原本平静的棋盘 顿时发生了变化 那些棋子 竟然一个个如同拥有了生命一般 站立了起来 甚至身上还散发着光芒 他们有的手持刀刃 有的推动战车 一时之间 厮杀之音响彻开来 双方军事气势如虹 如同大军一般 向彼此发动攻势 很快的 双方交锋了 两方大军在楚风与宇文廷一的催动之下 开始了厮杀 每当有人倒下 便会鲜血四溅 肉身分离 这哪里是棋盘 这根本就是真正的战场 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实 而见到这一幕 理想三人则是紧张得不得了 因为楚风与宇文廷一的对决 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胜负难分 而理想三人紧张的时候 那宇文廷一则更加紧张了 他本以为 凭借他的实力 可以用压倒式的优势 胜过楚风 可没得增响 他竟然与楚风站得难解难分 眼见着 那些棋子一个一个地被杀 他手中的棋子 已是越来越少 他的内心也越发地慌乱起来 毕竟 这种棋盘 胜负规则很简单 就是杀得对方片甲不留 哪一方 棋子全灭 便是哪一方败了 但是索性 当宇文廷一的棋子不断减少的同时 楚风的棋子 也在不断地减少 双方一致是不相上下 站得非常激烈 刷刷 终于 又有两颗棋子倒下 而眼下这整个棋盘之上 便只剩下了两颗棋子 楚风与宇文廷一个字一颗 哼 我倒是小看你了 竟然能与我站到这种地步 宇文廷一看着楚风说道 很意外吗 对于这个场景 我倒是预料之中 楚风说道 你觉得你会赢 宇文廷一问道 若是我觉得我会输 就不会与你赌 楚风说道 那便来看一看 究竟是谁更生一筹吧 宇文廷一说话间 他竟然大吼一声 下一颗磅礴的结界之力 便如同潮水一般 涌入那最后一颗棋子 这一刻 他的那颗棋子身上光芒大声 已经覆盖了整个棋盘 在这种情况下 楚风的那颗棋子 显得弱小不堪 刷 而在宇文廷一的催动之下 他的那颗棋子 也是手持冰刃 向楚风狂奔而来 对于这种情况 楚风的棋子 则一动不动 见到这一幕 人们都以为 楚风已经放弃了 宇文廷一已经灌输了 那么强大的结界之力 可是楚风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不是放弃了 又是什么 而就在这时 两颗棋子终于交锋到了一处 只见两颗棋子 各自挥动手中的刀刃 向对方挥砍而去 咔嚓 一道鲜血飞溅开来 那闪耀的棋盘 顿时暗淡了下来 楚风的棋子完好无损 而宇文廷一的那颗棋子 已是伸手一触 我擦 赢了 楚风大哥 赢了 楚风大哥 你简直太牛掰了 理想三人 没有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 竟然兴奋地大喊起来 但是很快的 他们三人又脸色大变 赶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因为他们忽然意识到 在这里是不可以大呼小叫的 但是他们明明呼喊了 可是楚灵溪却并没有对他们二人如何 此刻的楚灵溪 悠哉地 坐在大殿顶端你的灯台之上 就像是一个不然凡尘的仙子 看上去是那般的悠然自得 而她的目光也很放松 此刻的她 就是一个真正的旁观者 这不可能 宇文婷一大吼一声 连续倒退数步 她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胜负一分 难道棋子会说谎吗 楚风说道 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我怎么会败给你 我这玻璃球体 乃是紫色 而你的只是青色 你的结界之力不如我 怎么可能会胜过我 宇文婷一大吼着 哼 楚风笑着摇了摇头 她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这棋盘 乃是我族组长亲自打造 不会出错 是你说了 而就在此刻 远古蛇族的一位长老开口了 原来 远古蛇族的长老 一直在这大殿内 他虽然没有说话 可是他却也注视着这一切 本章完 第2767章 经代众人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听到没有 远古蛇族的长老 都说是你输了 你还不承认 你就是输不起 李翔指着宇文婷一说道 算了 不要为难他 可就在这时 楚风却是拍了拍 李翔的肩膀 说道 既然他输不起 我们又何必咄咄逼人呢 本来只是异常切磋罢了 咱们 就不要为难他了 放屁 你说 谁输不起 宇文婷 一指着楚风大喝道 若是输得起 为何不履行赌约 楚风问道 你 宇文婷一怒目瞪圆 目光充满了愤怒与威胁 然而 楚风却是面带笑意 丝毫不受宇文婷一的影响 他就那样 看着宇文婷一 可是明明他的目光这般柔和 却给宇文婷一 造成了极大的压迫 逼迫的宇文婷一 浑身难受 不过一千个耳光而已 我宇文婷一输得起 宇文婷一说完此话 便抡起自己的手掌 随后在自己的脸颊 煽动起来 一时之间 啪啪之音 不断地乍响 而这宇文婷 一道也还算实惠 他删得很用力 不仅打得自己满脸是血 甚至把自己的脸都删变形了 看到这一幕 不仅韩玉脸色难看 那宇文化龙的脸色 更是难看得很 当众掌自己耳光 这实在太丢人了 更何况 这个要求 还是宇文婷一 自己提出来的 这简直是自食其果 所以宇文化龙越想越气愤 楚风兄弟奇异精湛 可否愿意 与我再下一盘 就在这时 宇文化龙站了出来 别看他对楚风说话的时候 心平气和 但是在他的眼中 楚风能够看到浓浓的憎恨与杀意 他可不仅仅是 憎恨楚风那么简单 他是想杀了楚风 还要继续毒耳光吗 楚风问道 当然 不过数量要改变一下 宇文化龙说道 多少 楚风问道 败者 自长一万个耳光 宇文化龙一字一句地说道 天哪 一万个耳光 听到这个数字 许多人都很惊讶 宇文化龙这目的太明显了 他就是要替宇文停一报仇啊 楚风大哥 咱不与他比了 林响眼见不妙 对楚风说道 毕竟在他看来 楚风先前只是险胜宇文停一 所以他很害怕 楚风若与这宇文化龙比的话 会败给宇文化龙 众所周知 宇文化龙 无论是修武方面 还是结界之术方面 都是要强于宇文停一的 楚风既然险胜宇文停一 那么对战这宇文化龙的话 则是必败无疑 你闭嘴 我与他说话 又没与你说话 然而 宇文化龙大怒 大袖一挥 一阵禁风横扫开来 便直接将李响轰飞出去 尽管 他并没有下杀手 也没有下重手 可是毕竟 他实力太强 乃是六品真仙 李响哪里抗得住他的手段 李响落地之际 已经是无法动弹 连说话都不能了 一口一口的鲜血 不断自口中喷洒而出 伤势不清 见李响这般圣丹山庄的那两名男子 则是赶忙上前 拿出丹药给李响服下 与此同时为李响疗伤 见到这一幕 楚风表现得很是平静 他转过头来 对宇文化龙说道 一万个耳光是吧 没错 宇文化龙说道 我楚风愿意奉陪 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楚风说道 什么条件 你说 宇文化龙说道 你若败了 不能自长耳光 楚风说道 不能自长耳光 那你要如何 宇文化龙问道 若是你败给我了 我你要跪在我兄弟面前 让他长你一万个耳光 楚风看着宇文化龙说道 他说这话的时候很是平静 没有一丝怒容 可是他的目光 却是非常的凌厉 紧紧的凝视着宇文化龙 而楚风此话一出 在场许多人的脸色 也是微微变化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楚风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甚至 那灯台之上的楚灵溪 一双美眸之中 也是绽放出了奇异的光滑 而旁人都已是这般惊讶 那理想三人 就更加惊讶了 毕竟谁都看得出来 楚风提出这个要求 是在为理想出头啊 可是他们与楚风 才相识这么短的时间 并没有什么交情 相反之前他们 还是敌对的 但是 楚风却这样帮他 这简直是他之前 想都不敢想的事 一时之间 阵阵暖流 在身体内流淌开来 哈哈 宇文化龙一阵大笑 随后他的脸色忽然大变 不仅笑容瞬间收起 在他的脸上 还露出了无比猙獰之色 用那比猛兽还要可怕的目光 看着楚风 好 我答应你 他答应了 那是因为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能够胜过楚风 身为宇文亭一的兄弟 他最清楚宇文亭一的实力 就如外人眼中的一样 宇文化龙 无论是修武方面 还是结界之术方面 都要比宇文亭一强横 尽管 二者都是蛇文集 先袍戒灵师 可是宇文化龙的结界之术 却有着碾压宇文亭一的实力 既然 楚风只是显胜宇文亭一 那么在他看来 他可以轻轻松松地胜过楚风 这楚风在他面前 根本毫无胜算 试问 有着绝对的胜算 他又怎么会惧怕楚风 别说跪在地上 被人掌一万个耳光 哪怕是再过分地要求 他也不怕 在他看来 他绝对不会输 要败的 只有楚风 那便开始吧 楚风说道 而这一刻 宇文化龙 则是站在了先前宇文亭一所站的位置 嗡 而当他站到那里之后 那原本只剩下一颗棋子的棋盘 立刻开始变化 并且光芒大胜 而当按光芒消散之际 棋盘上的血液消散了 那些身体残缺的棋子 也都变得完整 并且整齐有序地 站在属于他们的位置之上 此时此刻 这个棋盘 已是恢复成了最初的模样 嗡 当棋盘恢复之际 宇文化龙那磅礴的结界之力 便开始向自己的棋子灌输而去 他连开始都没说 便催动棋子 向楚风发动了攻势 并且 他的攻势一场的凶猛 与宇文停一不同 他从一开始 就向棋子灌输了自己最强的结界之力 他是要一击至圣 而当宇文化龙出手之后 楚风也是催动着棋子迎战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许多人都深深地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 因为这两者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说 这是两方棋子 是两方军队的话 那么宇文化龙的军队 宛如天兵天将 光芒闪闪 气势非凡 至于楚风的棋子 虽然身上也闪烁着光芒 可是与宇文化龙的棋子 简直就不能相提并论 所以 楚风的棋子大军 就如同凡人的军队一般 看上去平平无奇 试问 凡人的军队就算再强 又怎么与天兵天将抗衡 刷刷刷 然而 不管人们看好哪一方 这两方的棋子 还是很快便交战了一处 一时之间 鲜血纷飞 惨叫连连 这棋盘再度化作真正的战场 惨忍无情 唯有用实力说话 可是一番厮杀过后 莫说在场之人 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就连与宇文化龙 也是张大了嘴巴 他已经从一开始就施展了权力 可是为何这一战 仍是平分秋色 胜负难分 本章完 第2768章 当众耍赖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宇文化龙慌了 斗珠大的汗水 不停地自其身上流淌而下 与此同时 他也变得越发地认真起来 不敢有一丝的大意 但是 无论他如何认真 却也无法压制楚风 二人的这场棋盘对决 几乎复制了上一盘楚风 和宇文停一的对决 二者站得难解难分 看上去势均力敌 胜负难定 终于 这棋盘上 又只剩下了两颗棋子 楚风与宇文化龙 各自持有最后一颗棋子 宇文化龙 你做好跪地挨打的准备了吗 楚风抬起头 对宇文化龙说道 然而宇文化龙却没有回答 他竟然催动着自己的最后一颗棋子 直接向楚风的棋子 发动了攻势 他是想要发动棋席 以棋制胜 然而 当宇文化龙的那颗棋子 靠近楚风的棋子之后 只见楚风的那颗棋子 猛然抬起手中的冰刃 随后 一道光芒闪过 宇文化龙的棋子 便伸手一触 捣握在了棋盘之上 这不可能 宇文化龙脸色苍白 惊慌无助的他 连续倒退束步 似是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面如死灰 楚风与他的对决 不仅棋盘上 复制了与宇文停一的那一场 就连宇文化龙的反应 也几乎是和宇文停一一模一样的 他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 更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然而 胜负已定 他却不得不认 愿赌服说 跪下吧 楚风冷漠地说道 楚风大哥 算 算了吧 可就在这时 理想却开口了 此刻的理想 身上的鲜血已然退去 除了脸色还有些苍白之外 他看上去已经无碍了 只不过 他的眼中却有着一抹胆怯 他似乎很怕宇文化龙 所以他不想再难为宇文化龙 宇文化龙 愿赌服输 请你现在 立刻跪到理想面前 然而 楚风就仿佛没有听到理想的话一般 继续对宇文化龙施压 不过 宇文化龙也已经看出 理想胆怯了 所以他 并没有理会楚风 反而将目光投在了理想的身上 他的目光很是冰冷 充满了威胁之意 楚风大哥 算了 真的算了 你看我 又没什么事 理想真的怕了 苦笑着对楚风开口 想让楚风就此罢首 你看 这可不是 我输不起 你倒是先问一问 你的那个朋友 敢不敢 让我跪在他的面前 敢不敢伸手碰我一下 此刻 宇文化龙得意地笑了 而看到这样的宇文化龙 理想的脸色 也是涌现出了不愿 这也正常 没有人喜欢被人羞辱 更何况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宇文化龙注意到了理想的脸色变化 可是他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挑衅地对理想说道 怎么 我说的不对吗 难道你敢打我 你 理想的眼中 涌现出了一抹淡淡的怒色 他本想说什么 可是他欲言又止 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理想 你确定就要这么算了 你确定 你白白地被他打 而不追究 楚风转过身 对理想问道 此刻 理想很是尴尬 他不敢与楚风对视 所以低下了头 而楚风也注意到 理想的双拳 已经紧紧地握了起来 看得出来 他也很纠结 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若说理想不想打宇文化龙 不想报仇 那是假的 只是 他太害怕了而已 害怕宇文化龙日后报复他 毕竟都是小辈 日后见面的机会 还多得是 所以 最终他还是摇了摇头 说道 楚风大哥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还是算了吧 哈哈 这个真不怪我呀 楚风 要怪只能怪你的兄弟太懦弱 我可以让他打我 只是奈何 他不敢打我呀 所以 你想让我下跪 怕是不行了 宇文化龙得意地笑着 笑得非常的大声 与此同时 还手舞足蹈 比划个不停 就好像他不愿赌服输 乃是被逼无奈一般 那个模样甚是嚣张 这一刻 莫说是楚风 哪怕在场围观之人 都感到气愤 输了不认也就罢了 竟然还敢这般嚣张的嘲讽胜者 着实太过无耻了一些 楚风 你的确有些手段 也够义气 只是奈何 你交友不善 竟与懦夫为由 哎 我开始怀疑了 毕竟都说 物以类聚人与群分 你这朋友都是懦夫 不知道 你是不是 也是一个懦夫呢 宇文化龙 继续对楚风冷嘲热讽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看来他真是恨透了楚风 尤其是败给楚风之后 对楚风的憎恨更是翻了一倍 眼下 好不容易有了 可以嘲讽楚风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过 闭嘴 你给我闭嘴 可就在这时 理想却是大吼起来 以歇斯底里的语气吼道 楚风不是懦夫 楚风大哥 他不是懦夫 哦 行行行 他不是懦夫 可是你 是不是懦夫 难道你敢说 你不是懦夫 宇文化龙笑眯眯地看着理想 那目光之中 充满了讽刺 谁说我是懦夫 谁说我不敢的 理想脸色涨红 用那愤怒的目光 盯着宇文化龙 大声吼道 而理想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愣 唯有楚风的嘴角 扬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楚风知道 理想已经爆发了 接下来有好戏可以看了 而宇文化龙 似乎也终于意识到了情况不妙 所以他不仅不再继续嘲讽 相反 面对 对他大吼连连的理想 他竟然转过身去 准备就此作罢 你 给我跪下 可就在这时 理想却指着宇文化龙 再度大吼起来 此刻的他 怒目瞪圆 浑身的青筋都抱了起来 看上去就像是一头被激怒的雄狮 倒是有着几分气势 你说什么 宇文化龙转过头来 看向理想 他似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尽管 他也看出理想要爆发了 但他没有想到 理想竟然敢这般 与他说话 我要你跪在老子的面前 让老子长你一万个耳光 理想大声说道 你他妈的 敢与我这么说话 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下一刻 宇文化龙竟然脸色大变 冲着理想大吼起来 看那个架势 若是理想再敢废话一句 他就要对理想出手一般 宇文化龙 你这算什么 是输不起吗 楚风问道 我就特么的输不起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难道你能强行让我跪在他面前吗 你有这个本事吗 宇文化龙指着楚风说道 他 竟然当众违背自己的承诺 要当众耍赖 但是话说回来 宇文化龙若要耍赖 楚风还真拿他没什么办法 毕竟 他是一位六品真仙 修为和含裕一个级别的存在 以楚风现在的实力 还不是他的对手 想必 宇文化龙也认准了 楚风的实力不如他 所以才敢这般猖狂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这种情况 在场的人 却没有人站出来说什么 夏月儿没有说话 他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般 看着这一幕 而那个登台之上的楚灵溪 虽然当宇文化龙拒绝履行赌约的时候 他的美眸之中 涌现出了厌恶之色 可是 他却也没有开口说什么 本章完 第2769章 删得过瘾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韩玉 作为宇文化龙的朋友 你不想说两句吗 难道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他 错下去 楚风将目光投向了韩玉 楚风很清楚 若是这个时候韩玉开口 宇文化龙多半会服从 别看 韩玉和宇文化龙 以及宇文亭一 看似朋友关系 但楚风却觉得 他们三个更像是主仆的关系 宇文化龙和宇文亭一 都很怕韩玉 以为首是瞻 而这种情况之下 只要韩玉有些头脑 就会劝说宇文化龙 毕竟 谁对谁错 大家看得清楚 韩玉只要还顾及自己的形象 就不可能站在宇文化龙那边 楚风 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 我虽然和化龙兄是好友 可是 这是他自己的事 他有他自己的决定 我能说什么 韩玉说道 听个此话 楚风的目光也是微微变化 他没有想到 韩玉竟然这般无耻 但楚风并未放弃 而是说道 难道谁对谁错你看不出来吗 呵呵 谁对谁错 我不评价 我只能非常抱歉地说一句 你们之间的这件事 我不插手 韩玉摊起手来 耸了耸肩 表示对于这件事 他也是无能为力 在韩玉不打算插手之际 这件事情 已是陷入僵局 毕竟 宇文化龙死不认账的话 楚风真的拿他没有办法 而在场的 那些说话 有分量的人 又都不打算插手 楚风也是感到无力 要怪 只能怪楚风 低估了宇文化龙和韩玉 低估了他们脸皮的厚度 而在楚风不知 该如何是好之际 韩玉和宇文亭一 以及宇文化龙三人 则笑眯眯地看着楚风 那种目光充满了挑衅 就好像在说 就算输了又能如何 就算不认证又能如何 你能拿我们怎么样 嗨嗨 就在这时 一阵响亮的咳嗽之音 在这大殿的角落乍响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 也是向楚风 和宇文化龙的方向走来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远古蛇族的那位 说那棋盘 是远古蛇族族长打造的长老 宇文化龙 看来你是铁了心 不准备认账了 远古蛇族的长老靠近后 对宇文化龙问道 是或不是能怎样 这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宇文化龙很是硬气地问道 别看他表面很是强势 但是当他说这话的时候 其实是有些心虚的 毕竟这位远古蛇族的长老 实力很是强劲 不是他们这些小辈可以抗衡的 再者 这里还是远古蛇族的地盘 假如远古蛇族真要管这件事 他还真就没有办法 哼 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淡淡一笑 随后说道 先前你们定下赌约的时候就说了 在场之人可为你们见证 而更好老夫也在场 所以 我可以算是你们这场赌约的见证人 身为见证人 有权主持公道 你若是想要赖账的话 怕是不行 那位远古蛇族长老说完此话 便意念一动 下一刻 宇文化龙的脸上便涌现出了痛苦之色 紧随其后 只听扑通一声 那宇文化龙便跪在了地上 前辈 这是他们的私事 您这样强行插手 以大欺小 怕是不好吧 莫非 你远古蛇族 是要仗势欺人 就在此刻 韩玉站了出来 给那位远古蛇族的长老 扣上了以大欺小的帽子 而听得此话 那位远古蛇族的长老 也是眉头紧重 其实 他只是看不惯 宇文化龙的作风 若真要扣上 他以大欺小的帽子 他也是有些为难的 毕竟 这终究是 楚风和宇文化龙之间的 私人赌约 远古蛇族 并没有管这件事的义务 韩玉兄 这件事情 你不是不准备插手吗 就在此刻 楚风则是开口了 他笑眯眯地看着韩玉说道 哦 我懂了 在宇文化龙 不履行莫言的时候 你不插手 但是当宇文化龙要吃亏了 你便插手了 说了半天 你只是不想宇文化龙吃亏罢了 但若是这样 那我不得不说 韩玉兄 我对你很是失望 都说 你是一个恩怨分明之辈 但是现在来看 原来你只不过是一个 护短的小人罢了 至于什么恩怨分明 原来只是虚名 你 韩玉气得咬牙切齿 指着楚风便想辩驳 我怎么了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在座的各位 倒是说一说 我说的对不对 难道今日这件事情 真的是我楚风错了 是我楚风理亏了不成 可是还不带韩玉把话说出来 楚风便抢着开口 并且向在场之人问道 你没错 楚风兄弟你没错 这件事情 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 你很在理 对 理亏的不是你 我们可以作证 下一刻 在场之中 竟然也有着不少人力挺楚风 尽管 他们没有明确地表示 是韩玉和宇文画龙理亏 可是他们的话中之意 实际上就是在说 韩玉和宇文画龙不对 而话说回来 先前是不说韩玉他自己说 不插手这件事情的 楚风再度说道 对 说了 我们都听到 韩玉公子 你先前的确说了 莫非你是忘了不成 众人纷纷符合 甚至还有人对韩玉发问 这种情况之下 哪怕韩玉再不甘心 却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毕竟 在场之中 还有夏宇尔和楚灵溪在 他也怕做得太过分 被夏宇尔和楚灵溪所轻看 所以最终 他则是大袖一挥 转过身去 不再言语 只不过 他那藏在袖中的拳头 却是握得滋滋作响 脸色更是争鸣得可怕 至于楚风也很清楚 这口恶气 韩玉不会就这么轻易地吞下 可是那又如何 从一开始 这韩玉对楚风 就充满了敌意 就算没有今日之事 这韩玉也迟早会对付楚风 所以楚风 根本就没把韩玉的愤怒 放在心上 而是看向了远古蛇族的长老 抱拳说道 多谢前辈主持公道 哎 这位小友不必客气 这不过是我的分内之事罢了 被楚风道谢之后 远古蛇族的长老的脸上 竟然也流露出了笑意 随后他更是看向楚风 说道 这位小友 咱们公道行事 一万段耳光 你可千万别长过了 好嘞 而这一刻 李响也不客气 他挽起袖子 露出自己那粗壮的胳膊 大不留心地走到了宇文化龙的面前 但是李响并没有立刻出手 而是对宇文化龙问道 你刚刚说我是什么 我 宇文化龙刚想开口 可是话还没出来 只见李响的胳膊 已经抡了起来 随后只听啪的一声 李响的大手 已是狠狠地扇在了宇文化龙的脸颊之上 与此同时 李响大吼一声 老子他马得不是懦夫 话罢 李响两个手臂便不停地轮起 只听 啪 啪 啪 道道响亮的声音 如同鞭炮一般 在这大殿之内不断地乍响 然而 那可不是鞭炮的声音 而是李响的大手 不停地落在宇文化龙脸上的声音 看着李响的脉力挥动手臂的动作 以及宇文化龙一脸愤怒 却只能挨打的表情 楚风的嘴角 则再度扬起了笑意 他知道 这一万个耳光 足以让李响善的过瘾 本章完 第2770章 对异寒玉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如鞭炮一般的耳光声 在这大殿内响彻着 若是刚刚进入此处 不明白情况者见到这一幕 一定会很惊讶 身为六品真仙的宇文化龙 竟然跪在一个一品真仙的身前 任由一品真仙掌 自己耳光 却不言不语 这着实令人不解 不过实际上 一品真仙的理想 就算使用再大的力气 也是无法对宇文化龙造成威胁 这就是修武境界的玄妙之处 实力的差距太大 你根本就没有伤及对方的能力 正因如此巨大的差距 才让修武者 不惜一切代价的 追求更高的修武境界 可是 尽管宇文化龙 根本就感觉不到痛 但是想必他的脸颊 也感觉火辣辣的疼 他今日丢掉的 乃是尊严 这对于来说 乃是耻辱 足足一万个耳光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好在理想下手的速度很快 所以不过片刻的功夫 这一万个耳光 便全部落在了宇文化龙的脸上 尽管 一万个耳光过后 宇文化龙的脸上 除了愤怒之色外 并没有一丝伤痕 反倒是理想的两个手掌 变得通红 肿得跟馒头一样 可是 理想此刻 却非常的爽 在他的脸上 写着两个字 解气 当一万个耳光过后 远古蛇足的那位长老 也是放开了宇文化龙 此刻 宇文化龙就如同将要爆发的火山 他看着理想的目光 简直恨不得活生生地 把理想咬成粉碎 可是 他却不得不忍着 因为他很清楚 在这里 他若对理想出手 那位远古蛇足的长老 一定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毕竟 当那位远古蛇足的长老 站出来主持公道之际 就已经证明了 那位远古蛇足长老的立场 那位长老是偏袒于处讽他们的 正因为愤怒 又不能爆发 宇文化龙才感觉憋屈 小子 你给我记住了 你今日 做了一件你不该做的事 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宇文化龙指着理想 恶狠狠地说道 哼哼 又恶狠狠地看了理想一眼 这目光中充满了威胁 但是 他也没再多说什么 而是直接转过身去 和宇文庭一 以及韩玉站在了一处 此刻 宇文化龙和宇文庭一的脸庞 都很猙獰 猙獰得有些吓人 就仿佛他们根本不是人 更像是想要吃人的猛兽 他们的眼中 散发浓浓的怒意 任何人都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有多愤怒 有多不甘 正因如此 人们哪怕想嘲讽宇文化龙 和宇文庭一 却也少有人敢真的说出来 都是暗中传音 私下议论 不过 尽管大部分人 都惧怕宇文化龙 和宇文庭一 可不代表在场的 所有人都害怕他们 就比如处世天族的人 他们可就不怕宇文化龙 和宇文庭一 此刻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词汇 当着所有人的面 用那讽刺与鄙视的语气 侮辱这宇文化龙 和宇文庭一 侮辱他们两个不自量力 侮辱他们两个 自取其辱 不过这也正常 毕竟下期是宇文庭一提出的 对赌也是宇文庭一提出的 甚至山尔光为赌注 也是宇文庭一提出的 他们两个如今的耻辱 的确是自找的 而面对处世天族族人的羞辱 莫说宇文化龙 和宇文庭一 哪怕韩玉这种 在大千上界屈指可数的天才 也是不能说什么 所以他们很气 越想越憋屈 韩玉公子 可就这时 一道温柔的声音响起 当那声音响起之际 顿时让韩玉心神一阵 立刻变得精神起来 因为那道声音乃是来自 新允圣帝圣女夏宇儿 夏姑娘 有事吗 韩玉的脸上 已然扬起了殷勤的笑容 我听闻 韩玉公子的奇异 也是非常精湛的 而楚风公子的奇异 我们也都见识过了 你为何不与楚风公子 切磋一番呢 我想 你们两个若是切磋 一定非常精彩 那也能让我们 一饱眼福啊 夏宇儿说道 这该死的丫头 怎么这么可恶 她是见不得你好吗 不过是抢了她的一点 天地能量 她至于这么痛恨你吗 夏宇儿此话一出 女王大人顿时期的 小脸鼓鼓着 因为夏宇儿实在过分 自从来到这里后 就一直挑拨楚风 与韩玉的关系 现在 楚风与韩玉二人水火不容 全拜夏宇儿所赐 没想到 她竟然还不放过楚风 还在想办法搞事情 最重要的是 在此之前 楚风还将本属于自己的金色玻璃球体 给了夏宇儿 这夏宇儿不领情也就罢了 竟然还是这般 针对楚风 女王大人怎能不气 也就是女王大人 现在实力不济 否则她一定会要求 楚风放她出去 亲自撕烂夏宇儿的嘴 但但 没事 我倒是要看看 这夏宇儿 究竟能玩出什么花样 不过 相比于女王大人 楚风倒是颇为淡定 而听得夏宇儿这样一说 韩玉的眼中 也是闪烁出了喜色 她就像是抓到了 报复楚风的机会一般 看向了楚风 其实我也想与楚风兄切磋起义 只是 我毕竟是龙温级 先袍戒灵尸 而楚风兄 还只是蛇温级 我怕楚风兄 不敢与我切磋 所以便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韩玉兄还未提出 便知道我不敢了 楚风问道 难道你敢 韩玉问道 换做其他人 我也许不敢 可是你的话 我还真就不怕 楚风说道 哼 楚风此话一出 如同一道无声的惊雷乍响 哪怕在场之人 都被吓了一跳 什么 蛇温级仙袍戒灵尸 与龙温级仙袍戒灵尸对抗 这简直太不理智了 因为简直毫无胜算 毕竟先前楚风 和宇文亭一 以及宇文化龙对战之时 就已经是险胜 对抗龙温级仙袍戒灵尸的话 那真是一点获胜的机会 都没有 人们实在想不通 楚风是怎么想的 竟然敢说出这种话 莫说旁人 就连女王大人也很震惊 楚风 你这是做什么 就算你气不过 可你也不该接受这样的挑战 这也太不公平了 女王大人说道 其实她是想劝说楚风 不要与韩玉对弈这盘棋局 但但 相信我这一次 我并非是冲动 楚风说道 你算了 就有你吧 女王大人最终还是妥协了 楚风兄 你是认真的吗 而此刻 韩玉则是连续追问着 她本来觉得 楚风不可能答应和她对异棋局 但是没想到 楚风竟然硬下了 这么好的机会 她自然要把握住 哪怕被人说她胜之不武 可她也要胜过楚风 否则今日的这口恶气 会被她憋死 自然是认真的 楚风从容说道 看来你很有自信啊 莫非 你真的觉得 你能胜过我 韩玉问道 哼 楚风并未回答 只是淡淡地笑了 可是她笑得很是自信 这抹笑容 已经给予了韩玉回答 楚风的确觉得 自己可以胜过韩玉 此刻莫说旁人 就连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 目光也是充满了期待 她觉得楚风 不像是冲动之人 她既然敢答应 就应该是有着一定把握的 只是 蛇文集仙袍剑灵诗 和龙文集仙袍剑灵诗的差距 着实太大了一些 楚风究竟要如何与韩玉对抗呢 正应不解 这才期待 本章完 第2771章 根本就是妖精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看到你这般自信 我也是很好奇 你到底有何手段 能与我抗衡 来吧 让我看看你的手段 可千万不要虚张声势 那样一来 我会很失望的 韩玉说话间 便走到了那棋盘的异端 她是准备与楚风开始对异了 见状 楚风并未说什么 而是面带淡淡的笑意 直接走到了棋盘的另一端 当楚风就位之后 那棋盘也是再度涌现出光滑 光滑消散之际 棋盘便恢复成了最初的完整模样 眼见着二人 真的要开始对异了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 目光都变得凝重起来 哪怕是那登台之上的楚灵溪 也是变得认真起来 就连那摆动的眉腿 也是变得安稳 因为在场的人们都想知道 楚风究竟要如何 凭借蛇文集仙袍戒灵师的身份 对抗身为龙文集仙袍戒灵师的韩玉 两位公子 请等一下 可就在二人将要开始对异这盘棋局之际 夏宇儿却又忽然开口 夏姑娘 怎么了 韩玉赶忙问道 那个殷勤的模样 简直恨不得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她对夏宇儿有意思 但有趣的是 韩玉与楚灵溪打招呼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这个态度 由此 倒是也让在场之人明白 这韩玉并非是专情之辈 只是对优秀的女子她都很倾慕罢了 韩玉公子 你毕竟是龙文集仙袍戒灵师 你若就这样与楚风公子对异 的确有点欺负人 我有两个建议 这样一来 你们二人的对异 就公平了 哪怕你胜的话 想必也没人说你胜之不武 夏宇儿说道 夏姑娘真是贴心 究竟是何建议 请讲 韩玉以赞赏的语气说道 第一点 你若输了 要给楚风公子一点表示 但是 若是楚风公子输了 她无需给你表示 夏宇儿说道 听得此话 韩玉顿时眉头一皱 这样一来 未免太不公平了 尤其是 这话竟然是从夏宇儿口中说出 她就更会觉得 夏宇儿是在帮着楚风说话 她是站在楚风那边的 所以 韩玉此刻很是不爽 但哪怕再不爽 她却也没有说什么 而是从容且爽快地印下了 夏姑娘这个建议很合理 我接受 话罢 韩玉又看向楚风 说道 只是不知道楚风兄 想要我怎么表示 然而 还不带楚风开口 夏宇儿便抢地说道 不如 就用你的玻璃球体做表示吧 玻璃球体 听得此话 莫说旁人惊讶 就连楚风也是目光移动 楚风有些捉摸不透夏宇儿了 夏宇儿起初撮合韩玉 与楚风对一起局 楚风觉得她是在坑自己 可是现在来看 却又像是在帮助楚风 毕竟韩玉的玻璃球体 乃是金色的 若是能够得到韩玉的玻璃球体的话 那么等下楚风进入迷宫阵法 将会得到更多的线索 但是楚风 却觉得夏宇儿并非真的是要帮助自己 楚风觉得 夏宇儿更像是在细刷楚风与韩玉二人 因为 夏宇儿并不知道 楚风有胜过韩玉的把握 所以楚风才觉得 夏宇儿是在细刷楚风与韩玉二人 单纯的觉得好玩 才这么做 反正无论谁胜谁负 遭殃的都是楚风或韩玉 与她没有关系 想到这里 楚风越发觉得 夏宇儿很危险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女人 是一个 是旁人为玩物的女人 韩玉公子 可以吗 夏宇儿见韩玉并未回答 便开口催促道 实际上 韩玉并不愿意 所以她才迟疑了 但是她又不想拒绝夏宇儿 再加上 她又不觉得自己会输 所以她最终还是笑着点了点头 夏姑娘 你提出的要求 韩玉会无条件答应 韩玉公子果然爽快 若是这样的话 那我便提出第二点建议了 夏宇儿笑眯眯的说道 她笑得很甜 很迷人 在场的许多男子 都被她的这抹笑容所迷倒了 但是唯有楚风注意到 夏宇儿的笑容中 隐藏着一抹狡诈的危险 楚风隐隐间觉得 韩玉恐怕要被夏宇儿算计了 夏姑娘请讲 你的建议 韩玉一定赞同 韩玉说道 为了公平起见 韩玉公子应该只用 蛇文集结界之力 这样一来 就公平得多了 夏宇儿笑眯眯的说道 什么 只用蛇文集结界之力 夏宇儿此话一出 顿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所有人都很惊讶 夏宇儿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可是转念一想 夏宇儿的建议 的确合情合理 只要结界之力相同 那么便没有 谁是胜之不武的了 但是 既然是这样的建议 为什么还要再次之前 加上一条 楚风败了不用表示 但是韩玉败了 却要表示的条件 这样一来的话 夏宇儿帮助楚风的意图 则太过明显了 因为 只要韩玉答应了 楚风不仅会大大增加 战胜韩玉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 就算楚风她输了 楚风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只要韩玉答应的话 那这场对决 其实就变得不公平了 只不过不是在对楚风不公平 而是对韩玉不公平 只是这样的要求 韩玉会答应吗 夏姑娘 你与楚风是何关系 为何要这样帮着她 此刻 宇文化龙开口了 身为韩玉的朋友 她已经看不下去了 毕竟是到如今 只要是明眼之人就看得出来 夏宇儿是在帮楚风啊 我与楚风公子是朋友啊 而对于宇文化龙这个问题 夏宇儿也是给予了在场之人 一个感到惊讶的答案 换到这个时候 一般人都会极力撇清关系 可是夏宇儿居然这么说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人们 她就是在帮楚风 就是要坑韩玉吗 只是 我没觉得我在帮她 我提出这两点建议 只是想让这场对决公平一点 众所周知 戒灵师的境界不同 对于结界之术的掌握 也就完全不同 尽管 我提议韩玉公子 只动用舌温级结界之力 可他终究还是龙温级先袍戒灵师 在结界之力方面的运用 他一定是 强于楚风公子的 所以我觉得 韩玉公子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这才提出了 韩玉公子 若败要给予楚风公子一点表示 而楚风公子败了 不用给予表示的建议 我没有想要帮助任何人 只是想让这场对异更加公平 更加精彩 仅此而已 夏宇儿很是认真的对众人说着 而他的目光 则显得很是无辜 就像宇文化龙 真的冤枉了他一般 而这一刻 在场之人也是纷纷点头 他们觉得夏宇儿说的 的确很有道理 只不过 身为韩玉朋友的宇文化龙 和宇文亭一 却依然很是不爽 他们已经在暗中传音 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韩玉使眼色 让韩玉不要答应夏宇儿的要求 而见韩玉迟迟迟没有说话 在场的许多人也都觉得 韩玉怕是不会答应这第二个建议 韩玉公子 我提出的只是建议 具体怎么做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的 就在此刻 夏宇儿也是看向了韩玉 夏姑娘 我觉得你考虑得很是周全 你的建议非常的好 我韩玉愿意接受 然而 韩玉不仅答应了 竟然还一脸赞赏地看着夏宇儿 就如同夏宇儿的建议 真的深得他心一般 眼见着 韩玉被夏宇儿玩弄于鼓掌之中 明知道吃亏 却还是要上 楚风不得不在心中感慨一句 蛇仙美人 果然名不虚传 这个夏宇儿 哪里是圣女 根本就是一个妖精 本章完 第2772章 认真的楚风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既然韩玉公子愿意 那么楚风公子 是否愿意呢 夏宇儿又将那温柔的目光 投向了楚风 当夏宇儿此话说出之际 在场许多人的心中 都有一种感慨 那就是多此疑问 任凭是谁都觉得 楚风不可能不愿意 毕竟 这对她这般有利 对于夏姑娘提出的第一点建议 我楚风并没意见 原因是 我若说了 想必我这个青色的玻璃球体 韩玉公子也不会要 但是实不相瞒 韩玉公子那金色的玻璃球体 我是想要的 楚风并未隐藏自己的想法 而是实话实说 对于楚风的回答 在场之人没有丝毫的意外 他们早就预料到 楚风不会拒绝 这种好事 想必只有傻子才会不愿意 而此刻的韩玉 则是忍不住在心中 痛骂楚风一句无耻 心想 占便宜 还能占得这么理智气壮 简直太不要脸 不过第二点嘛 我觉得不妥 楚风继续说道 什么 不妥 楚风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下巴 惊掉了一地 不是 他拒绝了 他竟然真的拒绝了 这是为什么 夏宇儿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楚风竟然拒绝了 他为什么要拒绝 莫非 他是碍于面子 不想夏宇儿帮他 还是说 他真的有着绝对的自信 可以凭借蛇文集 先袍戒灵师的身份 胜过龙文集 先袍戒灵师的韩玉呢 此时此刻 众人面面相亏 议论纷纷 但却有着共同的表情 那便是无法理解 就连韩玉也是一脸呆滞 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刚刚听到的话 这么好的机会 楚风竟然拒绝了 莫非这楚风脑子坏了不成 楚风大哥 哪里不妥了 我觉得这很妥呀 理想上前说道 他毕竟是希望楚风赢的 所以不想楚风放弃这个机会 所谓公平 就是各自施展权力 否则便没了意义 既然我答应了这场切磋 那我便不能用我的弱 去要求比我强的 削弱自己的力量 楚风说道 好 说得好 这一刻 远古蛇族的长老 忍不住开口叫好 而与此同时 在场的许多人 也都在心中 默默地为楚风 竖起了大拇指 他们都很佩服楚风这种精神 但也有一部分人 觉得楚风就是矫情 夏宇尔为他争取机会他不用 这就是自取其辱 比如处是天族的大部分小辈 就是这样看楚风的 夏姑娘 我觉得你的建议没有问题 但这可不是我不愿意 而是楚风兄他不愿意 韩玉对夏宇尔说道 其实 他是打心眼里也不愿意的 而现在 既然有了这个机会 他便把一切责任都推向了楚风 夏宇尔则淡淡一笑 道 我提出这两点建议 也只是想让这场对异 变得更公平一点 可既然楚风公子觉得 各自施展权力才是公平 那我们便尊重楚风公子的决定吧 楚风兄 既然这样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此刻 韩玉一脸的喜悦 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在他看来 能够施展权力的话 楚风必败无疑 最重要的是 在此之前 他已经答应了夏宇尔的要求 可以只释放蛇文及结界之力 但是 这个要求 却被楚风拒绝了 所以 就算他赢了 也没人会说他胜之不武 只会说楚风 自取其辱 可以开始了 楚风说道 那便让我领教一下 楚风兄的奇异吧 问 韩玉说话之间 意念一动 那龙文及结界之力 便如同潮水一般 自他的身体散发而出 涌入自己的棋子之中 与此同时 楚风也是释放出自己的结界之力 涌入自己的棋子 这一次 楚风的结界之力 比先前对战羽文化龙 以及羽文停一的时候 要强大得多 此刻 羽文化龙和羽文停一 内心很是不爽 他们终于知道 为何先前他们会败给楚风了 原来楚风是留了后手 故意隐藏了实力 实际上 楚风的结界之力 是比他们强的 这也就难怪他们会输 楚风 就算你施展权力 可你也必败无疑 你给予我们的耻辱 韩玉将全部奉还 羽文化龙和羽文停一 在心中暗暗说道 事实上 不仅他们两个这么看 几乎在场的 每个人都不看好楚风 尽管 此刻楚风已经施展出了全力 可是他毕竟是蛇文集 先袍戒灵师 相比于韩玉的结界之力 简直差太多了 实际上 棋盘有限 所以二人释放的结界之力 从数量上相差无几 几乎已经发挥出了 这棋盘可以发挥到的极致 可是从气势上 则相差太多 如果说 楚风的结界之力 似是奔腾的江河 声势浩荡的话 那么韩玉的结界之力 便是随风而起的海洋 大浪奔腾 盛势滔天 沙 猛然间 那棋盘之上 竟然传来了一声嘶吼 是韩玉的棋子 他的棋子不仅如同具有生命一般 活灵活现 竟然还能开口说话 这哪里还是棋子 简直就是真正的生命 在那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 韩玉的棋子大军 整齐有序地 向楚风的棋子一点一点地逼近 没错 他并没有快速地 杀向楚风的棋子大军 而是缓慢前行 他是想要用自己的威势 将楚风下的崩溃 让楚风溃不成军 并且事实上 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他那棋子大军的确很强 这并非是他自我感觉良好 这一点 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 韩玉的棋子大军 无论是声势还是力量 都实在太强了 若拿此刻韩玉的棋子大军 与楚风此刻的棋子大军 做个对比的话 这简直就像是 一群强壮的大人 要殴打一群只有几岁的小孩子 实力差距巨大的情况下 双方人数还相同 这简直就是一场 没有悬念的战争 可是 当人们觉得 楚风一定已经下得屁滚尿流 想要看看楚风那惊慌失措 想要放弃这场对异的模样之际 却无意不是神色一致 愣在了那里 他们惊愕地发现 此刻的楚风 不仅没有一丝的恐慌 相反 他竟目光如炬 紧紧地凝视着整个棋盘 似是元帅一般 观察着战场的变化 与此同时 他的脸色异常凝重 就仿佛他整个人 都投入到了那棋盘之中 旁人所说的话 他都听不到一般 这说明了一点 楚风他 非常的认真 这股认真境 是在先前和宇文停一 以及宇文化龙对异时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可是 除了这股认真的镜头之外 人们注意到 楚风的脸上 依旧挂着那抹自信 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 楚风竟然还觉得 他能赢 人们 着实是被楚风的 这股自信的镜头 给吓到了 怎么在实力如此悬殊之下 楚风竟还能这般自信 莫非他真有着可以应对的手段 看到这样的楚风 人们忽然又对楚风 产生了一点点信心 觉得楚风 可能真的有着对抗韩玉的手段 只是 楚风该如何应对 韩玉那强横的棋子大军 人们却依然不得而知 本章完 第2773章 下棋之道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在众人瞩目之下 楚风也是开始催动自己的棋子大军 只不过楚风的棋子大军 并没有像之前和宇文华龙对战一样 直接命令棋子大军发动进攻 反之 楚风的棋子 竟然在排名布阵 摆出了一个防守阵型 他这是要以静制动 选择防守 哼 见此情形 韩玉则是微微一笑 按道 有些人 你是根本防不住的 比如我 想到此处 韩玉不再让自己的棋子大军缓慢前行 而是加快了自己棋子大军前行的速度 眨眼之间 韩玉的棋子大军 便来到楚风那棋子大军的进前 与楚风的棋子大军展开了厮杀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格外的明亮 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整个棋盘 不想错过一丝精彩的画面 而韩玉也并没有让人们失望 他的棋子大军简直所向披靡 楚风的棋子大军不断地死在韩玉的棋子之下 眨眼间 韩玉的棋子大军 已经杀入楚风的棋子大军之中 可是 很快的人们又发现 随着韩玉棋子大军 攻入楚风的棋子大军之中 人们注意到 韩玉的棋子大军 竟也开始死去 这一刻 所有人的眼中 都散发着两个字 吃惊 韩玉那实力如此强横的棋子 怎么可能被楚风的棋子斩杀 这简直不合常理 多个棋子 围杀一个也就算了 甚至单对单的情况下 韩玉的棋子 也会被楚风的棋子所斩杀 不过很快的 人们便发现 虽然棋子是单对单 可是楚风的棋子 却与韩玉的棋子不同 而在人们仔细观察之后 人们很快便又发现 整个棋盘之上 无论是楚风还是韩玉 他们每一方的棋子 都并非相同的 他们都分成了多种棋子 每颗棋子不仅模样不同 似乎作用也不同 战力也不同 根据双方的对决 人们渐渐意识到了 哪些棋子强 哪些棋子弱 最强的棋子 便是楚风那种单对单 也能将韩玉棋子斩杀的棋子 这种具有极为强力的单兵作战能力的棋子 韩玉也有 可是奈何 韩玉那种单兵作战能力强的棋子 却全被楚风那些 看似最弱的棋子给围攻致死 尽管 那棋子战力很强 可却不敌楚风那些最弱的棋子 与其说是人多势众才取胜 倒不如说 这些棋子 有着相互克制的作用 没错 就是相互克制的能力 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韩玉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晚了 当韩玉意识到 原来这些棋子 有着相生相克的能力之际 已经晚了 因为他已经落入了下风 被楚风逼入了绝境 哪怕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的棋子整体力量 的确是强过楚风的 可是 此刻因为关键的棋子 都被斩杀 所以他整体实力 已经远远不如楚风 之所以会这样 只因为楚风提前发现了 这些棋子的奥秘 并且 布置阵法 完美地布置了一个陷阱 让韩玉落入这陷阱之中 眼下的韩玉 如同瓮中之憋 被楚风死死地套住了 我不信 我会说 韩玉很不甘心 他再度释放出 磅礴的结界之力 一重又一重的结界之力 源源不断地融入 他那些剩下的棋子之中 然而 这看似强横的力量 不断融入棋子之中 最终的结果 却只有一个 那便是无事于补 眼下 韩玉已经无法挽回败局 最终 他的棋子 全部被楚风斩杀 然而 当韩玉的棋子 被全部斩杀得干干净净 一个不胜之际 楚风的棋子 却还剩下着十二颗 楚风这乃是大胜 比对战宇文化龙 和宇文停一的时候 要剩得精彩得多 此刻 所有人都是面若呆基 甚至有人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眼睛 他们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 有些不敢相信 楚风对战韩玉 竟然能够大获全胜 楚风 你无耻 猛然间 一声比雷鸣还要刺耳地怒喝 将在场之人 从震惊之中给拉扯了回来 是韩玉 此刻韩玉一脸怒容 用手指着楚风 他已经没有了先前的从容 此刻的他 像是一个快要失去理智之人 无耻 我楚风怎么无耻了 楚风很是不解地问道 你不可能胜过我 可是你却胜过了我 你还敢说 你不是无耻之辈 快说 你究竟用了什么无耻的手段 韩玉问道 哼 此刻楚风笑了 随后说道 棋局对弈 拼得向来是智谋 以及对棋子的运用 但是 你做了什么 你只是向棋子灌输了你那强大的结界之力 然后便催动棋子向我进攻 简直毫无章法 毫无谋略可言 你这种对异棋局的方式 简直就像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 与一个懂得下棋之人对异 试问 你怎么会赢 楚风问道 这棋盘拼得乃是结界之力高低 乃来的什么棋子运用 韩玉说道 哼哼 楚风他又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你笑什么 难道你是默认了 韩玉对楚风问道 韩玉公子 是你错了 就在这时 远古蛇族长老开口说道 韩玉公子 是你误会了这棋盘的本质 若是单纯的比拼结界之力 直接比拼结界阵法就可以 还要用这棋盘做什么 的确 不可否认 根据结界之力的强弱 的确可以让你的棋子 变得更强 但也正因如此 你才被这棋盘特殊的作用迷惑了 你觉得 只要你的结界之力强 你就可以胜过楚风 而你却恰恰忘记了 下棋最重要的一点 那是比拼棋义 而并非比拼结界之力 不过你也不要失落 因为不仅 你被迷惑了 我想在场的许多人都被迷惑了 话到此处 远古蛇族的长老将目光环视众人一眼 而面对远古蛇族长老的目光 除了非常自负的人之外 所有人都是微微点了点头 以表示他们之前 的确是被那棋盘迷惑了 的确 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 这棋盘比拼的 就是结界之力高低 否则人们便不会那般确定 楚风必败无疑 但是 当从楚风与韩玉的正式对决中 人们才意识到 原来棋子有强弱之分 原来这棋局 讲究的是对棋子的运用 他们的确都被迷惑了 正因为被迷惑 才忘记了真正的下棋之道 本章完 第2774章 准许登山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其实 就连老夫也被迷惑了 我想在场之人 只有一个人没有被迷惑 那便是楚风小友 话到此处 远古蛇族长老 又看向了楚风 以一种赞赏的语气说道 楚风小友 你果真厉害 难怪你之前如此自信 话罢 远古蛇族长老 又看向韩玉 道 韩玉小友 这场对异你虽然败了 但你败得不冤 楚风公子 你今日真是让我仗了见识 夏月儿笑着对楚风说道 在此之后 在场的许多人 都毫不吝啬地 对楚风提出了赞赏 而面对众人 几乎一边倒地 站在楚风那边 韩玉的脸色铁青铁青的 那叫一个难看 韩玉 的确是你说了 你应该履行承诺 就在此刻 那灯台之上 一道月儿的声音响起 是楚灵溪 楚灵溪这个高高在上的 楚氏天族大小姐 竟然主动开口 为楚风说话 当楚灵溪开口之后 哪怕韩玉再不情愿 可却也不敢不认账 相反 她还在脸上 抢挤出了一抹笑容 对楚灵溪说道 灵溪大人放心 韩玉向来是一个 愿赌服输之人 既然败了 自然就会兑现承诺 话罢 韩玉便将自己 那金色的玻璃球体取出 丢向了楚风 结果玻璃球体 楚风的嘴角 也是洋溢起一抹笑意 道 韩玉兄 谢了 虽然表面上 楚风是在道谢 可实际上 楚风却是在嘲讽楚风 呵 韩玉冷笑一声 却并未回答 因为她感受到了 楚风的嘲讽 韩玉兄若不嫌弃 就将我这颗玻璃球体 收下吧 虽然只是青色 但多少还是 能够提供一些线索的 楚风拿出自己 那青色的玻璃球体 对韩玉说道 哼 你这算是可怜我吗 不好意思 我韩玉并不需要 韩玉说道 若是这样的话 那我便将这个玻璃球体 赠予他人了 话罢 楚风将自己的玻璃球体 丢了出去 那玻璃球体丢出 顿时不少人拔空而起 开始争夺 尽管 那只是青色的玻璃球体 但却也比什么颜色 都没有的玻璃球体强 最终 那玻璃球体 被一个仙兵山庄的弟子 抢到了 楚风兄弟 谢了 那位仙兵山庄的弟子 握着楚风的青色玻璃球体 一脸感谢地说道 他之所以感谢 那是因为他知道 他能够抢到这玻璃球体 并非是他自身本领过硬 而是楚风丢的方向 本来就对他有利 而在得到楚风 那青色的玻璃球体之后 那位也是将自己那 原本透明的玻璃球体 给捏碎了 之所以这么做 那是因为他很清楚 那透明的玻璃球体 没有用处 就在这时 这大殿的中心区域 忽然闪烁出道道光芒 那是光柱 自大殿底部延伸而出 连接着大殿顶端 光柱不断出现 总共出现了上百个之后 才停止 开启了 登山之路 已然开启 各位小友 拿着玻璃球体 便可以进入登山之路 不过 今年想要进入葬林池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至于能否成功地 进入葬林池 还要看各位的悟性 而那玻璃球体 会带给你们线索 远古蛇族长老说道 听得此话 在场的许多人便立刻动身 他们都想要抢先一步 进入登山之路 想提前一步 进入葬林池 而韩玉便是这其中一位 韩玉实力强横 速度也远非他人可比 所以他几乎成为了 第一个接近那光柱之人 当 可是 当韩玉接触到那光柱之后 却如同撞到了铁板一般 不仅发出了一声钢铁交织的巨响 他整个人 更是撞得头晕眼花 见此一幕 那些其他快速接近光柱的人 都以为光柱有异样 于是也都纷纷停了下来 韩玉更是大怒 指着远古蛇族的长老 便怒斥道 你什么意思 戏耍人不成 老夫怎么戏耍你了 远古蛇族的长老 一脸不理解的样子 这光柱根本无法通过 难道还不是戏耍人 韩玉问道 不能通过 远古蛇族长老微微一笑 随后只见其袖袍一挥 便将一个 距离其中一个光柱很近的人 推向了那光柱 问 当那位接触到光柱之际 其手中的玻璃球体 顿时散发出耀眼的白色光滑 那光滑几乎覆盖了那个人 而当那光滑消失之后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这叫不能通过吗 远古蛇族长老问道 是没有玻璃球体 不能通过 韩玉问道 算你聪明 远古蛇族长老说道 听得此话 韩玉脸色一变 因为现在的他 已经没有玻璃球体了 他的玻璃球体 给予了处风 不过 韩玉的脸色 只是难看了一瞬间 便立刻好转 他的手掌 自乾坤带划过 一颗紫色的宝石 便出现在了手中 紫光翡翠时 这可是打造兵器的宝贝 见到这颗宝石 仙兵山庄的弟子说道 我愿用这颗宝石 换一个玻璃球体 不用带有颜色 透明的便可以 可有人愿意 韩玉问道 我 我愿意 我愿意 韩玉公子 我愿意 韩玉此话一出 在场之中 几乎有着过半的人 表示同意 与韩玉交换 因为他们都是 借灵师 很清楚 那颗宝石的价格 见这么多人 同意与自己交换 韩玉 则是看向了 远古蛇族长老 在他的嘴角 扬起了一抹 挑衅的笑容 就好像在告诉 远古蛇族的长老 你以为我 没有玻璃球体 就无法进入 葬林池了吗 我韩玉有多是手段 看着韩玉那 挑衅的脸庞 远古蛇族的长老 也是微微一笑 说道 诸位 这玻璃球体 不可交易 若有人敢擅自交易 将被驱赶出 结界先遇 什么 竟然不能交易 听得此话 那些举手 想要与韩玉交换的人 赶忙收起了自己的玻璃球体 一个个的 脸上都是露出了慌乱之色 本章完 第2775章 对付楚风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但是要说脸色难看 此刻脸色最难看的 那就一定非韩玉莫属 你这是什么意思 故意刁难我不成 此刻 韩玉的眼中 涌现出了极度的不满 就连嗓音也变得越发响亮 不知此话怎讲 远古蛇族的长老问道 我先前说给楚风玻璃球体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这个规矩 韩玉问道 可以当作赌注赠人 但是不能用金钱交易 远古蛇族的长老说道 竟有这样的规矩 你在唬谁 韩玉很是不服地说道 韩玉公子 这是规矩 老夫也只是按照规矩做事而已 所以还请韩玉公子 按照规矩行事 莫要让老夫为难 远古蛇族长老说道 这一刻 众人也是面面相亏 毕竟傻子都看得出来 这就是在故意难为韩玉啊 这一刻 不少人开始为韩玉担心 这远古蛇族长老 这样难为韩玉 怕是韩玉将无法进入葬灵池了 好 按照规矩行事 然而 韩玉咬牙切齿地点了点头后 他进他再度走到那棋盘之前 说道 可有人愿意 与我韩玉下上一盘 若是输了 就用那玻璃球体做赌注 话罢 韩玉又补充了一句 这份恩情 我韩玉会记下 见韩玉这般 不少人都是暗暗称赞 韩玉还真是聪明 我 韩玉兄 我愿意与你赌上一把 而与此同时 在场也有不少人走上前去 他们竟然争先抢着 与韩玉对赌 可是说是对赌 那明明就是要免费将自己的玻璃球体 送给韩玉 但是 这也正常 以韩玉在大千上届的名声 本来就有很多人 巴不得与韩玉结交 眼下竟然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人们自然不愿意错过 不允许将玻璃球体作为赌注 若是不想进入山中 可以自行离开 但是玻璃球体必须留下 可就在这时 远古蛇族长老却是再度开口 听得此话 那些向棋盘走去的人 则是赶忙停了下来 一时之间 有些不知所措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这般难为我 韩玉对远古蛇族长老问道 就是 你这实在是欺人太甚 与此同时 宇文化龙和宇文亭一 也是说道 而这一刻 不仅是他们三个觉得 远古蛇族的长老 在难为韩玉 几乎在场的 许多人都觉得 远古蛇族的长老 是在难为韩玉 因为这实在太明显了 先前还说可以对赌呢 可是现在又不允许了 这不就是在针对韩玉妖 老夫不明白 老夫怎么难为你了 老夫只是按照规矩行事 可是远古蛇族的长老 却是一脸的无辜模样 就好像他真的不知道 自己做错了什么一样 你先前还说可以对赌 为何现在不可以了 韩玉问道 哦 原来是这个问题 我可以回答你 先前 在你与楚风小友对赌的时候 的确是允许的 但是现在不允许了 远古蛇族长老说道 你 这一刻 韩玉差点没被气得吐血 这太难为人了 并且难为的也太明显了 这分明就是在针对韩玉啊 就算难为人 也没有做得这么明显的 我要见远古蛇族组长 我要见你们的组长 太过分了 你简直太过分了 我要见你们的组长 你当我韩玉是什么人 你真以为我韩玉 是那么好气凌的吗 我要见你们的组长 你远古蛇族 今日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猛然间 韩玉爆发了 发出一阵阵刺耳的怒吼 他真的是被远古蛇族的长老 气到了 今日 他必须要讨回一个公道不可 这位小友 有事吗 而韩玉喊了没有几声 一道巨大的身影 便出现在了这大殿之内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远古蛇族的族长 当这位远古蛇族的族长出现之际 韩玉那气愤的面容 终于有所缓和 族长大人 你族这位长老 不知为何 故意刁难于我 还望族长大人 能为晚辈做主 韩玉上前失礼 这才开口说道 哦 仅有此事 远古蛇族族长 看了一眼那位长老 随后又对韩玉说道 他如何刁难你了 此刻 韩玉的眼中涌现出了喜色 随后便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远古蛇族的这位族长 当那位韩玉 讲远古蛇族的经过之后 在场的不少人也都觉得 那位长老要倒霉了 因为远古蛇族向来是规矩森严的种族 他们必须严格服从远古蛇族族长定下的规矩 若有人敢违背 责罚是小 就算是处斩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哦 原来是这件事啊 这是我给他传达的命令 远古蛇族族长 不以为然地说道 竟然是您传达的命令 韩玉的脸色顿时大变 的确是我传达的命令 听得此话 远古蛇族族长说道 这一刻 所有人都明白了 搞了半天 并非是远古蛇族的那位长老 要难为韩玉 而是远古蛇族族长 要难为韩玉 可是这是为何呢 韩玉究竟做了什么 得罪了远古蛇族 才会让远古蛇族族长 这般如此明显的刁难韩玉 此刻 众人猜想不断 而是韩玉站在原地 久久未遇 扑 猛然间 韩玉嘴巴一张 随后一口鲜血自口中喷出 紧随其后 他倒退树部 险些没有栽倒在地 韩玉 竟然被气得吐血 不仅如此 此刻他的脸色 苍白如纸 简直如同死人一般 看上去非常的令人担心 很好 今日之事 我韩玉心中记下了 韩玉冷冷地说下了这句话后 便擦拭掉了嘴角 以及衣衫的血液 随后不再与远古蛇族的人争论半句 而是将目光投向楚风 楚风啊楚风 我真是低估你了 想不到你如此狡诈 竟然有远古蛇族为你撑腰 你之前说你来自下界 我居然真信了 呵呵 是我糊涂 韩玉说完此话 便向大殿的来时的方向行去 他是准备离开了 因为难为他的 并非只是远古蛇族的长老 而是远古蛇族的族长 他已经无能为力 今日这个亏 他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 哪怕韩玉气得心肝脾肺都要爆炸 可却也只能忍着 谁让 这里是远古蛇族的地盘 而见韩玉要离开 远古蛇族的人也没有阻拦 反倒是宇文化龙和宇文婷一冲了上去 他们两个想要与韩玉一同离去 你们跟着我做什么 韩玉传音问道 这远古蛇族实在是欺人太甚 我们与你一同走 宇文化龙和宇文婷一说道 我进不去了 可你们两个还能进去 只要进去了 就有机会对付楚风 你们要错过这次机会吗 韩玉暗中传音道 听得此话 宇文化龙和宇文婷一 皆是目光一变 他们忽然想到 在这结界仙玉之内 远古蛇族 是不会去管他人的争斗的 每一年 在结界仙玉内 都会有人发生冲突 甚至都会有人丧命 而等进入那迷宫阵法之中 他们若是遇到楚风 那还真是对付楚风的好机会 只是 远古蛇族一定会坚持那迷宫阵法 若是他们真的有心保护楚风 我们两个也是无能为力啊 宇文化龙暗中说道 的确有这种可能 但哪怕有这种可能 你们还是要试一试 这仍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韩玉说道 本章完 第2776章 迷宫阵法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好 那就听你的 我们两个回去 宇文化龙和宇文婷一点了点头 随后二人便走了回来 唯有韩玉一人 走出了这座大殿 此刻 大殿之内的人们 看向楚风的目光都变了 他们都觉得 楚风与远古蛇族的关系 一定非同小可 否则远古蛇族 不会那般难为韩玉 然而 楚风却很清楚 他与远古蛇族 并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楚风也很不明白 为何远古蛇族族长 要下令刁难韩玉 在此之后 在这大殿之内 已经陆续有人 手持玻璃球体 进入那光柱之中 至于楚风 则是将理想三人叫到了自己的身旁 楚风猜想 那光柱这么多个 应该是代表着不同的入口 也就是说 通过不同的光柱 进入迷宫阵法 那么将会出现在迷宫阵法的不同位置 否则根本没必要 搞出这么多光柱 而楚风也害怕 进入迷宫阵法之后 若是宇文化龙和宇文廷一遇到理想三人 会对付他们 所以 让理想三人与自己同行 楚风起码还能保护他们 就算遇到宇文化龙 楚风斗不过他 可最起码 楚风还能够带着理想三人逃脱 但是 若是理想三人不与楚风同行 那么等他们遇到了宇文化龙和宇文廷一 其中的任何一个 那都是要倒大霉的 楚风公子 我们同行吧 而就在楚风与理想三人 准备进入同一个光柱之际 夏宇儿却是出现在了楚风身旁 然而 楚风却如同没有听到夏宇儿的话一般 直接踏入了光柱之中 楚风是不想与夏宇儿同行 他觉得这个女人太危险了 还是远离她一点比较好 而此刻理想三人 可不明白楚风心中所想 眼下他们三人都愣在了那里 面面相亏之后 眼中皆是透露着迷茫 在他们看来 夏宇儿的那声呼唤 连他们都听到了 楚风肯定也听到了 这样一来 他们便想不通 楚风为何没有回应了 最终 他们三人只能得出一种结论 那就是 楚风实在是太任性了 竟然连夏宇儿这个大美女 楚风都如此对待 这还不叫任性 这叫什么 但是三人 也没有与夏宇儿多说什么 而是冲着 夏宇儿笑了笑 打了个招呼 便跟随着楚风的步伐 进入那光柱之中 至于夏宇儿 却并没有因为被楚风无视 而摆出难看的脸色 相反 在她那精致 且迷人的脸颊之上 还洋溢起了一抹 更加灿烂的笑容 紧随其后 她竟也身形一动 掠入了那个楚风 与理想等人 进入的光柱之中 看来 她是下定决心 要和楚风同行 不打算放过楚风了 而值得一提的是 当手持透明玻璃球体的人 进入那光柱之际 散发的是白色光 而青色玻璃球体 散发的则是青光 紫色是紫光 金色是金光 就在这不同的光芒 在大殿光柱上 不断闪烁之际 楚风已经进入了这所谓的迷宫阵法之中 这便是迷宫阵法 楚风有些惊讶 这迷宫阵法 就是一片大山 山上其实密布 巨树通天 藤蔓缠绕 看上去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哪怕登山之路 也是清晰可见 楚风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还是说 那金色的玻璃光球 具有破开迷宫阵法的力量 不对劲 而就在此刻 楚风忽然间意识到 他的脑海中多出了两个信息 一个字 以及一组数字 这个字 是紫 这组数字 则是674953 而望向自己的手 楚风发现 手中的玻璃球体 已经不见了 我擦 这该不会就是所谓的线索吧 楚风倍感无言 因为看现在的情况 那莫名其妙出现在脑海中的信息 一定就是线索了 可不是说 金色的玻璃球体 可以给予很多的线索吗 而眼下这寥寥无几的几个字体 算是狗屁线索呀 最重要的是 楚风站在这里 四下观望 没有发现任何光柱 以及传送阵法 坏了 楚风说道 怎么了 女王大人问道 我判断错了 那光柱哪怕进入同一个 也不会传送到同一地点 我与理想三人走散了 楚风说道 那会不会是 你进来之后 下语而不允许理想他们跟过来 女王大人猜测道 不会 就算他们没有跟过来 也应该有其他人跟过来才对 楚风说道 倒是有这种可能 可是楚风 不管怎么样 你进入这里了 就应该尽快进入葬林池 否则错过了喷发的时间 那你可就白跑这一趟了 女王大人说道 放心吧 蛋蛋 我知道自己该做的事 但是我也不想就这样丢下他们 因为这里实在太危险了 所以再等一等 楚风说道 好 而楚风决定之后 女王大人也没有催促他 可就在楚风等待之际 天空之上 忽然传来一阵声音 经过观察 葬林池将在一日之后喷发 而葬林池喷发的时间为一日 所以 各位进入迷宫阵法的小友们 你们有两日的时间 若是两日之内 无法抵达葬林池 你们将错过十年一次的喷发 所以 祝各位小友好运 这个声音 乃是远古蛇族族长的声音 楚风 只有一日时间了 快抓紧吧 女王大人 忍不住催促起来 因为听远古蛇族族长的话中之意 这迷宫阵法 乃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 想要到达葬林池 便一定没有 楚风想得那般容易 嗯 那我这就动身 楚风也等了片刻了 别说理想三人 这附近连半个人影都没出现 所有楚风断定 理想三人是不会来了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立刻寻找登山之路 楚风起初 是顺着那条登山之路 一路前行的 可是走了没多久 楚风就停了下来 他惊愕地发现 这周围的景色太过熟悉 这不就是他先前走过的路吗 没错 这就是楚风走过的路 顺着这条路走 永远也无法到达葬林池 只会不停地经过相同的地方 糟了 这迷宫阵法 可比我想的要麻烦得多 此刻 楚风也是眉头紧皱 因为任凭他使用怎样的观察手段 哪怕使用天眼 却看不出这条路 以及这周围又任何特殊之处 甚至看不出阵法修改过的痕迹 然而 楚风试了几次 哪怕他一直顺着那条路走 可是却总能够回到 他最初的起点 本章完 第2777章 迷惑之法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 不要再顺着那条路向前走 女王大人提醒道 我也正有此意 楚风点了点头 随后 随后便不再顺着那条登山之路走 而是向山林之中走去 楚风与女王大人都觉得 那条路 就是一种迷惑人的手段 只是因为对方的手段太强 所以楚风观察不出来而已 而果不其然 楚风与女王大人想对了 不再顺着山路走 而是在丛林之中前行后 楚风便没有在同一个地方绕来绕去 一路走来 都是一些陌生和从未走过的地方 只是 这样一直漫无目的地乱走 也不是个办法 毕竟她的目标是登到山顶 进入葬林池 这种情况下 楚风也有些慌了 毕竟她来的目的是 进入葬林池 而眼下别说进入葬林池了 连找到葬林池 都是一个问题 这种情况下 楚风不慌才怪 毕竟她不想白跑一趟 但但 你看那棵树 然而 就在楚风一筹莫展之际 前方忽然出现了一棵大树 这棵大树的出现 让楚风有一种 在黑暗中寻找到了光明的感觉 因为这棵大树与众不同 它的与众不同 并非是外观上 与其他树木不同 相反 但从外观和树木的品种来看 它应该 与这片丛林中的大部分树木 是一样的 但它不同就不同在 它散发着淡淡的紫色光滑 虽然光滑很淡 但的确是紫色光滑 此刻 楚风不由想起了 他脑海中的线索 其中一条线索 就是一个子字 楚风先不要靠近 你先仔细观察一下 倘若这树真的能引导你登入葬林池的话 那一定另有乾坤 它不可能这么简单的 就出现在你的面前 女王大人凝重地提醒道 一路走来 女王大人和楚风 算是见识到了远古蛇族的手段 他们很狡诈 不可能这么容易 就让楚风得到登上葬林池的线索 嗯 而此刻 楚风也不敢大意 而是使用天眼仔细观察起来 可是楚风却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 甚至根本看不透那棵大树 所以 便直接向那紫色的大树走去 嗡嗡嗡 然而 楚风刚刚靠近大树 那棵紫色的大树之中 便出现了一群飞虫 那飞虫为黑色 类似甲虫 大小与蜜蜂相差不多 从那树木飞出来的 起码有几百只 最重要的是 在那群飞虫之中 楚风感受到了极强的威胁 这飞虫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瘦 虽然 那飞虫是攻击楚风而来 可是楚风却并未 立刻将这些飞虫斩杀 而是布置了一座封锁阵法 将这些飞虫封锁了起来 将飞虫封锁之后 楚风便来到了大树前 楚风使用特殊手段 小心翼翼地将大树切开 想要寻找大树中的奥秘 然而 当大树打开之后 楚风只看到了一块紫色的宝石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而这紫色的宝石 大概只有鸡蛋大小 边缘很是规整 它并非大自然的产物 而是结界阵法所化 楚风将这宝石自大树中取出 那大树便恢复成了普通的样子 不再散发淡淡的光滑 由此可以推断 大树所散发的紫色光滑 其实是这紫色的宝石所散发的 莫非 这宝石是通往葬林池的关键所在 女王大人问道 看不出来 至少这块宝石 没有给我任何指引 我也感觉不到 它有何特殊之处 楚风说道 是不是数量还不够 毕竟 你得到的另一个线索 就是一组数字啊 不会是要你 及其那组数字那么多的紫色宝石吧 女王大人说道 听得此话 楚风也是眉头紧皱 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那组数字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674953 如果换算成数字的 那可就是674953块石头 这个数量太庞大了 短短一日时间内 去哪里找那么多 很有这种可能 不管怎么样 先收起来吧 但是楚风却不可否认 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于是 楚风将这块宝石收了起来 准备立刻起身 因为倘若 真的要集齐这个数字的紫色宝石的话 楚风就必须抓紧时间了 但是楚风起身 准备离开之际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那些被自己困住的飞虫 他想看看 没有了宝石 这些飞虫会不会死去 可是这一看 楚风的目光又顿时产生了变化 楚风惊恶地发现 这群飞虫不仅没有死去 这些飞虫也没有乱飞 相反 这些很是规整地聚集在了一起 它们在一起飞行 而那个模样 很像是要变化成什么一般 楚风 这飞虫不对劲 女王大人说道 蛋蛋 你也发现了吗 楚风问道 发现了 与其说这宝石 是指引你前往葬林池的关键 我觉得这些飞虫 更像是在指引着什么 因为它们的这种变化 很不合常理 女王大人说道 的确是这样 只不过这些飞虫 因为某种原因 还无法彻底地变化成 它们应该变化的样子 楚风说道 而思索片刻之后 楚风与女王大人眼中 同时闪现出了特殊的光芒 二人同时说出了两个字 数字 对 就是数字 那组数字 若是用那数种的紫色宝石 来积攒的话 实在太难了 毕竟一颗树种 只有一颗紫色宝石 但是 若是用这些飞虫 积攒到那个数量的话 相对来说 可就容易了不少 也符合常理一些 女王大人说道 蛋蛋 咱们两个真是想到一起去了 楚风凝重的脸上 也终于露出了一谋笑容 因为倘若 真的是用这些虫子 积攒到那组数字的话 楚风的压力 的确减少了很多 还好你没直接将它们抹杀 而是将它们封锁起来 否则 就不会发现 它们身上的奥秘了 女王大人说道 现在还不能确定 这些飞虫就一定是通往藏灵池的关键所在 但倘若 这些飞虫 真的是通往藏灵池的关键所在的话 那只能说 远古蛇族的人太狡猾了 楚风忍不住感慨起来 因为这些飞虫 具备着极强的攻击性 怕是真仙以下者遭遇它们 都是要倒霉的 而一般的人 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抹杀 那样一来 人们将无法注意到 飞虫会聚集在一起 启示是可以形成某种指引形态的 事实上 哪怕楚风没有灭杀这些飞虫 而是将其封锁 也只是一时兴起罢了 管它呢 继续找 倘若是其他飞虫 也能融入其中 并且产生变化 那便说明 这些飞虫 一定是有猫腻的 女王大人说道 嗯 这样一来 我还真要善待这些小家伙了 楚风又布置了一座阵法 这座阵法很小 是一个只有掌心大小的阵法 可是这座阵法 却有着与乾坤袋相同的作用 那就是 整个看似很小的阵法 可以容纳上百万只这样的飞虫 楚风将这些飞虫 收入到了那阵法之后 便继续在这山中游走 寻找那散发着紫色光芒的树 而至于 他与女王大人的猜测是否正确 在遇到下一棵紫色大树的时候 便可以揭晓 本章完 第2778章 理想遇难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随后 楚风便继续前行 走了没多久 便又遇到了一棵紫色的大树 靠近之后 果不其然 又有一大批飞虫 自树中飞掠而出 只不过这一次飞虫的数量 比先前还多 粗略估算 起码有上千只 见此情形楚风大喜 他直接将手中的阵法丢了出去 那阵法一经丢出 顿时散发出了磅礴的犀利 别看 这些飞虫非常凶残 真先进 以下者遇到他们 都要倒霉 可是在楚风的面前 他们却根本不具备还手的能力 只能任由楚风摆布 而在那磅礴的犀利之下 这群飞虫 更像是被落入了无形的牢笼 最终只能被犀利 卷入那阵法之内 这些飞虫进入阵法 楚风赶忙将阵法收回来 仔细地观看其中的情况 但但 咱们两个可能真的猜对了 这些飞虫 才是进入藏灵池的关键 楚风欣喜若狂 因为 当这些新捕获的飞虫 收入那阵法之中后 不仅没有和之前的飞虫发生冲突 竟然也与之前的飞虫聚拢到了一起 并且 当它们聚拢到一起之后 同样产生了变化 而这个变化 比先前还要明显了一点 虽然只是一点点 但还是被楚风所发现 快 继续找 一定要在一日的时间内 找到足够的飞虫 要尽量在那藏灵池喷发之前 进入藏灵池 女王大人催促道 遵命 我的女王大人 楚风黑黑一笑 便继续寻找 此刻的楚风心情大好 因为他觉得 他终于找对了方向 之后的楚风 便在这大山之中游荡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收集足够的飞虫 当然 楚风不仅会收集飞虫 那紫色的结界宝石 楚风同样也会收起来 尽管 看不出那结界宝石 有何作用 但楚风也不能确定 它就一定没有作用 所以 还是收起来比较好 而一路走来 楚风偶尔也会遇到 其他人 这些人都在漫无目的地乱走 他们根本一点线索 都没有 当他们遇到楚风之后 便如同找到了救星一般 想要跟着楚风 想让楚风带着他们一起 进入葬林池 然而 楚风虽然心善 但也从会不乱做好人 何况 楚风与他们又没交情 根本没有帮他们的理由 所以对于这种人 楚风全部都会甩开 理都不理 但也有一些人除外 那就是仙兵山庄 以及圣丹山庄的人 仙兵山庄的人不用说了 楚风能来这里 多亏了仙兵山庄庄主 所以楚风觉得 若是遇到仙兵山庄的弟子 自己的确应该帮帮他们 至于圣丹山庄 纯粹是因为 楚风对圣丹山庄的印象不错 尽管 理想三人 刚开始给楚风的印象 非常的糟糕 但是经历一些事情后 楚风反而对他们三个的印象 改善了很多 尤其是理想 爆发之后 竟然狠狠地打了语文化龙一顿 楚风觉得他 还是很有血性的 所以越发地欣赏 转眼间 一日时间 已经过了大半 楚风越发地高兴 却也越发地紧张 因为他已经快将符合 那组数字的飞虫收集够了 正因如此 楚风才既高兴又紧张 他高兴的是 他努力的目标 终于要达成了 而紧张的 则是倘若将足够的飞虫收集够了 却发现 这飞虫只是一个迷惑的手段 根本就不是通往藏灵池的关键 那楚风可以说是功亏一篑 但不管怎么样 楚风都还是要先收集到 足够的飞虫才行 而这一路走来 楚风也是遇到了不少人 理想三人中的那两位 楚风便全部被遇到了 只是奈何 一直未能遇到理想 而从那两位口中 楚风也是得知 他们三个 是跟随楚风后面 进入那光柱的 所以 他们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 的确是那光柱的问题 可是 楚风并不知道 碰不到理想 也是有着另外一个原因的 因为其他人 尽管是乱走 可是起码也是扩大了 行走的范围 这自然也就容易遇到其他人 可是理想这个固执的家伙 一直在沿着他发现的 一条山路走 所以实际上 他是在原地踏步 这大大的缩减了 与他人相遇的几率 我擦 什么情况 怎么走了这么久 还没有走到藏灵池 走不到藏灵池也就算了 竟然连个人影都没有 老天爷 希望你不要辜负我 这么执着的人啊 理想一边继续向前走着 一边怨念重重地念叨着 其实 他也不是没有想过 这条山路是迷惑之法 可是除了这条山路 他也没有发现任何 可以通往藏灵池的机会 至于那玻璃球体给的他的线索 他更是认为 那根本就是骗人的 因为那线索实在太模糊了 所以哪怕明知道这条山路 可能是一个错的方向 但是他还是要试一试 万一走着走着 真的就走到了藏灵池呢 他也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方法 完全是碰运气 可是毕竟除此之外 他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真是愚蠢啊 竟然真的有人 一直顺着这山路走 我真是无法想象 你这种人 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可忽然之间 一道讽刺的声音 从不远处的丛林之中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李响顿时心生怒火 目光投去 便想与那人争论一番 然而 当李响看到那个人之后 顿时脸色大变 二话不说 转身便逃 因为这个人 乃是李响最不想看到的 两个人之一 此人 乃是宇文廷一 想逃 宇文廷一脸色变得猙獰 他大袖一卷 顿时狂风大气 那狂风以他的袖袍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横向的锋利漩涡 这锋利漩涡 将李响卷入其中 李响便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 在那风中左右乱窜 落地之际 已是头晕眼花 脸色苍白 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跪在地上 不断地呕吐着 而他吐的 乃是血 你要做什么 我可是圣丹山庄的弟子 你若敢对我如何 我圣丹山庄一定不会放过你 李响用那虚弱的声音说道 他知道 远古蛇族从来都不管 来到此处的客人私下争斗 所以 他想保护自己 只能抬出圣丹山庄 然而他依然很怕 毕竟传闻中 宇文亭一和宇文化龙 本身就是两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他们向来无法无天 凶名赫赫 怎么了 害怕了 你之前的狂径呢 你长我化龙兄 那足足一万个耳光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害怕 宇文亭一 走到李响身前 他笑着 可是笑得非常的恐怖 吓得李响开始浑身发抖 因为宇文亭一看着李响的目光 非常的冰冷 那其中 还散发着杀意 那是他与楚风打赌输了 那都是应该的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而已 李响说道 放屁 宇文亭一大怒 说话间 一个耳光扇了下来 啪的一声乍响 他的耳光 便落在了李响的脸上 这一巴掌落下来 李响便飞出数米之外 落地之际 他整个脸都变了形 鲜血不断地自那血肉模糊的脸颊流淌而下 然而 宇文亭一却并没有要收手的意思 他走到李响身前 再度抬起手来 还想长李响耳光 住手 可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忽然自不远处乍响 顺身观望 那原来是一个仙兵山庄的弟子 看他的样子 应该也是在这大山之中乱走 凑巧路过此处 见到这一幕的人 宇文亭一 你在做什么 不可乱来 那名仙兵山庄的弟子 倒也还算有种 见到这种事情 不仅没有逃走 反而站出来 想要制止宇文亭一 滚 然而 只见宇文亭一大袖一挥 一阵静风横扫而去 那位仙兵山庄的弟子 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轰出数米开外 再多说半句 连你我也傻 宇文亭一恶狠狠地说道 听得此话 那位仙兵山庄的弟子 也不再停留 而是勉强地站起身来 赶忙向来时之路逃去 此刻 宇文亭一将目光投向了理想 他的眼中 充满了凶狠的目光 别怕 我不会立刻杀了你 我要让你好好享受一下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而这 便是你与我们为敌的下场 宇文亭一看着理想 以一种近乎变态的语气说道 本章完 第2779章 不是诺夫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仙兵山庄的弟子离开了 可是他却并未打算 就这样放任理想不管 所以 他尽管离开了 却在沿途留下了记号 为的就是寻找到救兵之后 再回去解救理想 只是 仙兵山庄的弟子 已经走出了好远 却一个人影 都看不到 他也是有些急了 毕竟看宇文亭一的样子 是要杀理想的 若是回去晚了 就算找到了能够解救理想的人 怕是也没用了 然而 就当这位仙兵山庄的弟子 焦急万分的时候 他的眼中 忽然涌现出一抹喜色 他发现 一大群人正在靠近 而其中为首的那位 竟然是楚风 要说此刻 他最想遇到的人 那就非楚风莫属 毕竟换作其他人 未必会管理想的事情 但是他觉得 楚风多半会管 楚风 楚风兄 大事不好 大事不好了 猛然间 那名仙兵山庄的弟子 开始大声呼喊起来 其实 楚风早就注意到了 这位仙兵山庄的弟子 楚风是故意 向他走来的 楚风是想着 如果能够有机会 进入葬林池 那么 便带着仙兵山庄 和圣丹山庄的人一起去 所以一路走来 只要是遇到 仙兵山庄的人 哪怕对方不开口 跟随楚风 楚风也会主动邀请 但是眼下 见这名仙兵山庄的弟子 如此紧张 楚风也是目光一动 意识到了 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 楚风身形一动 瞬息之间 便来到了这名男子的近前 发生何事了 楚风问道 李响 李响 是李响 李响被宇文庭一抓住了 宇文庭一要杀了他 仙兵山庄的男子说道 什么 你看到宇文庭一和李响了 听得此话 圣丹山庄的弟子 顿时就慌了 其实 听到这个消息 楚风的心也是 咯噔一下 因为这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在哪 你是在哪看到的 楚风问道 他几乎确定 这位仙兵山庄弟子所说属实 因为楚风不仅注意到 这名仙兵山庄的弟子 不像是在撒谎 并且 楚风从他的反应推断出 他应该是亲眼目睹到了一切 而并非是听闻 我这就为你带路 我为你带路 这名仙兵山庄的弟子也不犹豫 转身便为楚风带路 而楚风的观察力 毕竟还算是很强的 所以走了没多久 楚风便看出了 这名男子所留下的记号 所以根本不用这名男子带路 楚风自己快速的前进 因为太过担心理想 楚风直接施展出了权力 三品真仙的气息释放而出后 雷文也是浮现在额头之上 楚风的气息 很快便从三品真仙 提升到了四品真仙 这种情况下 楚风前行的速度 也是变得快了很多 楚风兄弟他 不是二品真仙吗 什么时候突破到三品真仙了 当楚风施展权力之后 跟随在楚风身后的众人 却是目露惊叹之色 他们都很清楚 楚风的修为 乃是二品真仙 而之前他们观察楚风 楚风散发的气息 也是二品真仙 怎么这么大会的功夫 楚风的修为 便成长到了三品真仙了 明明楚风是在 仙兵山庄的时候 突破到的二品真仙境 而距离那个时候 并没过去多久 楚风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又再次突破才是 一时之间 人们既惊讶又惊叹 一番分析之后 有人觉得 楚风是最开始 就隐藏了真实修为 因为 倘若楚风真的是 在仙兵山庄 突破到二品真仙后 没过多久 又突破到了三品真仙 那这种成长速度 便实在太过惊人了 毕竟距离上次 仙兵山庄的狩猎比试 才过了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所以 相对于隐藏修为 和楚风在两个月内 再次突破而言 人们更愿意相信前者 语文庭义和理想 还在之前所在的地方 只是此刻的理想 已经不只是脸颊血肉模糊 他浑身上下 都变得血肉模糊 气息更是虚弱到了极致 简直就像是一个快死的人 他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看看你 与那个楚风走那么近 有什么用 若不是 他与我画龙兄对赌 你也不可能 成为我们的敌人 也不会沦落到这部田地 语文庭义 以一种细血的语气 对理想说道 他可不是真的同情理想 而是讽刺 他是在嘲讽理想 哼 理想的声音很虚弱 就好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是他却笑了 并且还笑得 还有几分嘲讽的意味 怎么 像 挑拨我与楚风大哥的关系 那你可真是想多了 那语文化龙 无缘无故对我出手 就已经结下了梁子 以你们两个的品性 哪怕我不言不语 当时就忍气吞声了 怕是你们日后若遇到我 也未必就会放过我 先不说 楚风大哥和语文化龙对赌 也只是想为我出头 后来掌语文化龙一万个耳光 也是我理想自愿的 所以 我不仅不怪楚风大哥 相反 我对他只有感激 毕竟我与他相识时间那么短 他便肯过我出头 足以见得 他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至少他是把我当朋友看的 至于掌语文化龙那一万个耳光 说实话 哪怕是现在我也不后悔 我理想 算不上是什么英雄 但我也绝对不是闹肿 你要杀就杀 要寡就寡 我理想若是眨一下眼睛 我都随你姓 别看理想很是虚弱 可是他却说出了一番很硬气的话 听到理想的这番话后 语文停义都是一愣 但是很快的 他的脸上便涌现出了猙獰的怒容 好 你不是脑肿 既然如此 我改主意了 因为我若真的杀了你 太便宜了你 我要让你痛苦一辈子 语文停义说话之间 手指探出 一道武力刀刃便自其手指凝聚而出 向理想的丹田飞掠而去 随后 只听扑的一声 那道武力刀刃便洞穿了理想的丹田 语文停义她 是要废掉理想的修为 虽说 真先进强者的肉身 不死不灭 但是 那只是针对比她弱的人而言 遇到语文停义这种 实力远远强于理想的人 那理想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语文停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理想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求求我吧 若是求得我满意 我可能会考虑饶过你 语文停义 笑眯眯地看着那蜷缩在地上的理想 以一种讽刺的语气说道 而此刻的理想 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自己的修为 正在自己的身体内流失 她知道 要不了多久 她的修为便会彻底消散 成为一个没有修为的废人 可是哪怕如此 她却紧咬牙关 莫说求饶 连一声哀嚎都没有发出 因为理想认栽了 所以她也做好了受死的准备 理想 可就在这时 远处忽然传来一道急切的呼喊 听到这个声音 理想顿时心神一震 因为她能够确定 那个声音乃是楚风的声音 本章完 第2780章 付出代价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看来 我是快死了吧 理想苦笑着摇了摇头 她并未真的相信 是楚风来了 她反而觉得 是自己快要死了 产生了幻觉 她所听到的 乃是幻听 理想 你怎么样 可就在这时 楚风的声音 不仅在理想耳边响起 她还感觉到 有人将她搀扶起来 理想抬头观望 发现楚风 就在她的身旁 并且楚风 正在带她移动 当楚风停下来之际 她已经远离了宇文亭一 并且在她的周围 出现了更多的人 不仅有 仙兵山庄的弟子 她圣丹山庄的 同伴 也都出现了 楚风大哥 真的是你吗 理想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真的得救了 而此刻的她 也不再如先前那般坚强 在她的眼中 竟然有泪水倾洒而下 因为她知道 她可能真的是得救了 她理想 不用死了 理想 别怕 你已经没事了 不过 你受了伤 所以先不要说话 保留体力 配合我为你疗伤 楚风笑着对理想说道 别看她表面 看上去很平静 可是楚风的内心 却很不安 因为她已经开始 布置疗伤阵法 为理想疗伤了 可是她发现 她来得有些迟了 理想的修为 流失了很多 哪怕楚风现在 努力帮其恢复 可是怕事结果 也并不理想 真是寻遍天涯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楚风 我苦苦找你找不到 你竟然你送上门来了 老天有眼 这可真是老天有眼啊 而就在这一刻 一道疯狂的笑声 忽然在不远处乍响 是宇文婷一 别看她再笑着 可是她的面容 却非常的恐怖 因为她笑得很是猙獰 然而 楚风却并未理会 宇文婷一 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全然没有将她 放在眼中的样子 而是专心地 为理想疗伤 因为她很清楚 理想丹田被迫 修为流失太多 若想帮她疗伤 现在是最佳时机 楚风 你是不清楚 你现在的处境吗 还是你以为 你身后 有远古蛇族撑腰 我宇文婷一便 不敢将你如何 见此一幕 宇文婷一见 没倒数 冷声问道 闭嘴 可谁曾想 楚风不仅对其怒吓一声 并且还是以命令的语气 奶奶的 你还真是狂妄 不给你一点苦头尝尝 你是真不知道 我宇文婷一的手段 好 很好 我成全了你 我这就让你落的 与那理想同样的下场 宇文婷一本就恨楚风 恨得入骨 见楚风看到了她 竟然对她这般态度 她更是怒火中烧 二话不说 抬起手来 便向楚风发动了攻势 想必 她也是注意到了 楚风的修为 比之前要强横 锁她这一出手 便是杀招 然而 当其杀招 将要靠近楚风之际 楚风的身体之中 忽然飞掠出五道光芒体 那五道光芒体飞掠 而出之后 竟然化作了 五个高大的身影 最重要的是 这五位的气息 竟然比楚风还要强横 修为竟然与宇文婷一一样 他们全部都是五品针线 并且 这五位出现之后 不仅挡下了宇文婷一的攻击 更是立刻向宇文婷一发动了攻势 并且 这五位不仅气息上是五品针线 这五位的真实力量 竟然也在五品针线的层次 并且 他们的攻势非常的了得 就宛如他们 真的是修仙者一般 面对五个五品针线的攻击 宇文婷一一时之间 也是有些措手不及 而那些圣丹山庄与仙兵山庄的弟子 更是目瞪口呆 因为那五道身影 不仅先锋道骨 宛如仙人一般 他们对武力的运用 也是相当了得 最重要的是 他们很清楚 那不是真正的修武者 而是一种手段 这是什么手段 竟然如此厉害 这种感觉好像是密集 可是怎么会如此厉害的密集 毕竟在场之人 不仅是修武高手 还是戒灵师 所以他们感应力非常强横 很快的便有人分辨出 楚风所施展的 乃是密集 而这 的确是密集 乃是五行密集 五行密集的特性 就是 无论主人是 何等修为 那么他们的修为 都会比主人高上一品境界 当初 楚风还在祖武下界 修为还在真先进以下的时候 因为楚风逆天 战力太高 而五行密集的逆天战力 却消失了 所以 哪怕施展出五行密集 他们的修为 会比楚风高出一品 可是逆天战力 远不如楚风的情况下 其实没有任何作用 但是 如今踏入真先进之后 一切则变得不同 楚风的逆天战力也消失了 这种情况下 五行密集的特殊力量 便可以再度发挥而出 尽管楚风知道 五行密集 不可能真的逗得过宇文婷一 可是至少 眼下帮其挡住宇文婷一 还是可以的 而五行密集 也没有让楚风失望 他们五个攻势灵力 并且配合有序 果然将宇文婷一给拦了下来 眼下 楚风倒是有了一点时间 可以继续为理想疗伤 可是 越是疗伤下去 楚风越感觉无力 最终 他只能将理想的修为 恢复到九品无阻 已经无法恢复到 他一品真仙的境界 碰 碰 碰 就在此刻 阵阵闷响不断传来 水花四箭 火浪奔腾 是五行密集 在不断地 被宇文婷一所杀死 而宇文婷一 能够杀死五行密集 那是因为他的手中 多出了一把黑色的大刀 这黑色的大刀乃是一把半成仙兵 宇文婷一事开始认真了 可是 五行密集尽管不敌宇文婷一 但是却还有一个特殊的属性 那就是 只要主人不死 他们便是不死不灭的 哪怕五行密集的肉身 一次又一次地被宇文婷一所摧毁 可是他们 马上就能恢复 再度向宇文婷一发动进攻 楚风 你真以为凭借这点小伎俩 就能挡得住我吗 猛然间 宇文婷一发出一声怒吼 下一刻他的身上 他的身体竟然开始变化 他的肌肤 如同石头一般 就如同他已经化作了一个石人 并且身上 还散发出耀眼的银色光芒 可是他不仅依旧灵活 他的气息 竟然比先前还要强横 此乃天赐神力 尽管宇文婷一的天赐神力 不能如楚风的雷纹一般 提升一品修为 可是这依旧可以增加他很强的战力 当他施展出天赐神力之后 五行密集 已经彻底无法与他抗衡 哪怕五行密集不死不灭 可是 却根本无法阻挡宇文婷一了 楚风 站在那里别动 老子这就来灭了你 宇文婷一念目猙獰 比猛兽还要恐怖 他手持半成仙兵 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楚风走近 见此一幕 无论是仙兵山庄的弟子 还是圣丹山庄的弟子 都有些怕了 他们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因为他们都看得出来 宇文婷一杀意已决 他可不仅仅是要废了 楚风修为那么简单 他是准备杀了楚风 此刻 有人开始暗中传音 劝着楚风带着理想快点离开 虽然 他们也都知道 楚风曾经击败过楚县朔 可是 他们也都知道 楚县朔虽然也是天才 可却不如宇文婷一 所以 哪怕楚风击败过楚县朔 但他们 却不能确定 楚风是否可以击败宇文婷一 但是 面对他们的劝说 楚风却是无动于衷 就仿佛听不到一般 而是为理想整理了一下一闪 而眼见着那杀意滔天的宇文婷一越来越近 楚风却是丝毫没有逃脱的意思 人们都急坏了 他们不仅害怕楚风与理想被杀 他们也怕自己惨遭不幸 这种感觉 可就在这时 仙兵山庄与圣丹山庄的众人 却是神色大变 他们感受到了一股 比宇文婷一还要恐怖的杀意 而那个杀意所散发的地方 距离他们非常的近 楚风 是楚风 那股杀意 乃是自楚风的身体散发而出 楚风你 人们再度看向楚风 便身体一颤 连根根汗毛都被吓得竖起 因为他们发现 此刻的楚风已经与先前全然不同了 而要说哪里不同 他们也说不出来 只是感觉上 此刻的楚风非常的可怕 在众人那胆怯目光的注视下 楚风也是缓缓站起身来 而在他的手中 已经握住了他的半成仙兵 神龙血齿 楚风虽然没有如同宇文婷一那般 化成一个石头怪物 可是楚风却比宇文婷一还要恐怖 他的眼中 雷霆涌动 那根本就不像是人的眼睛 简直比怪物还要可怕 因为那更像是魔鬼的眼睛 楚风将这目光 投在了宇文婷一的身上 而感受到楚风此刻的目光之后 哪怕宇文婷一 也是身体一颤 不由自主地 停住了前行的脚步 这一刻 他竟然有些慌了 可也就在这一刻 楚风那冰冷无比的声音 也是随之响起 宇文婷一 我不管你是何身份 但今日 我楚风 都要你为你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本章完